女人刚进门就双戏跪地 只因她肚子里怀了死胎 为了嫁祸他人 静不息喝下落胎药 然而她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提前被李若然知道了 因为然然绑定了一个吃瓜系统 一大捧的事 全家人还都能听到她的心声 姐姐 你要罚就罚我吧 是我不好 是我不小心害死了雪球 哟哟哟 这就是宅豆嘛 宅豆就要开始了吗 谁 是谁在说话 哎哟 你娘可千万别罚她 这卫士刚喝了落胎药 这会就是来碰瓷的 一罚她 她就得落胎 什么 落胎 是吗 哎 这卫士怎么跟个母鸡似的 肚子里的蛋想下就下 你是环顾四周 其他人都面色无常 只有自己今天刚刚相认的五小姐李若然 一直在给她湿眼色 莫非 这是若然的心声 不过这卫士 什么时候怀的孕啊 我怎么不知道 听那个叫筒子的人说的意思 这卫士是想栽赃陷害我了 不行 我不能如她的愿 嗨嗨 妹妹请回吧 就一只黎奴而已 好 妹妹这就受罚 姐姐 妹妹自知犯了错 甘愿受罚 妹妹这是作合 我都说了 一只黎奴而已 来人啊 送客 走吧 夫人今日要出门 魏姨娘别再来了 好好在自己院子里待着吧 哎呦喂 我的肚子啊 你这吓人动作怎么这么粗鲁 我都还没掌纹 看我这摔的 我 我没使劲啊 我就正常去搀扶她 啊 有穴 是穴 都怪你 看了魏姨娘 你胡说 我明明就没推她 你们在吵什么 啊 我爹回来了 魏姨要开始她的表演了 什么声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魏姨必定会抱着肚子嚎叫 预备 三 二 一 好 哎呦 我的肚子好痛啊 家里出了武林高人吗 话音可以直接传到我脑袋里 不对啊 家里都是熟人 难道是若然这丫头 这究竟怎么回事 回大老爷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给雪球喂了一些糕点 没想到雪球吃完糕点后 今天就死了 哪里是糕点 分明喂的就是浩子药 哎 可惜了 那么可爱一只狮子猫 我都还没来得及撸一撸 喂食这么毒辣 我爹是怎么敢和他睡觉的 说重点 于是今天一早 姨娘喂雪球的是道夫人 这里下归请罪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夫人就让下人把姨娘拖走 没想到推嗓中 姨娘不慎摔倒 什么拖走啊 可别乱碰刺啊 他明明自己摔倒的 我娘可没为难他啊 他刚一跪下 我娘就让下人请他出去了 哼 好了 叫郎中来看看 卫士摔到哪里了 卫士 你哪里不舒服 肚子痛 一抽一抽的 大老爷 姨娘快三个月没换洗了 请了郎中来看 说是有了 有了 这是好事啊 可是 郎中说了 这他怀得不稳 让车要调理 姨娘打算太吻了再告诉老爷和夫人 刚刚摔这一下 只怕是 郎中呢 怎么还没来 卫士 放心 应该没事的 蟑螂 我对不起你 是我没用 哼 卫士叫的什么 蟑螂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我爹这么玉树临风的中年帅男人 被叫做蟑螂 哈哈哈哈 蟑螂 他是怎么叫的出口的 以后不准这么叫我 嗯 以前不是挺喜欢这个昵称的 还主动让我叫呢 现在我人老猪黄 不让叫了 哼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没一会儿 郎中来了 一番检查之后 郎中说道 哎 大老爷 姨娘这胎 恐怕保不住了 呜呜呜呜 张 大爷 切身的命好苦啊 呜呜呜呜 大老爷 我不是故意的 我要是知道 姨娘怀有身孕 肯定会更小心的 把他拖出去发卖了 怎么伺候主子的 哼哼 切身不怪别人 也不怪妇人 怪只怪切身命薄 没能给大爷诞下灵儿 事关我李家子寺 您是超一百遍 菩萨经 为我那位出世的孩 超度和祈福吧 啥 关我娘屁事 为什么我娘也要受罚 明明就是为是 故意隐瞒怀孕的事实 他这胎本就怀得不稳 而且怀得也不是爹的种 我爹真是废 怪不得只当了一周 醒不上书就被人给阴了 然然骂得好 骂死你爹那个薄情汉 为是出门前喝的落胎要渣 就埋在院子里那棵桃树下 打鬼想办法让娘去查一查 嗯嗯 幸亏这太调了 不然爹那二傻子 还要帮野男人养孩子 哎 我爹呢 我爹呢 我那么大一个爹 哪里去了 果然有要渣 看来若然那孩子 这些年在外受到了什么高人指点 还有这叫童子的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如此神经妙算 好 好你个卫士 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 行 我倒要看看这肩负到底是谁 来佛 把要渣收集起来 让人看看是干什么用的 切记 这是不能声张 哎呦 我的肚子好痛啊 大老爷 你去哪了 切身的肚子好痛啊 我有点事 你们在这里等着大老爷 我出去一趟 我忽然想起来我也有点事 你们在这里等着夫人和爹爹 嗯 怎么都走了 干什么去了呢 爹 爹娘 你们来干什么 西路 你来干什么 你是 你手里怎么拿着一把锄道 西路 你手里怎么也拿着一把锄道 爹 你挖到要渣了吗 挖到了呀 好好好 原来你们也能听到若然的心声 我还以为就我是天选之子呢 太好了 大家都能听到 我不用害怕了 哎 希望然然再多说一些大实话 气死我了 那位市长的一脸刻薄像 还想污蔑我娘 爹 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嗯 不过目前单从 然然的心声和这咬渣 还不能完全定罪 我已经让人去查了 我非要抓出这个奸夫不可 哎 然然这孩子这些年在外面受苦了 你看都瘦成啥样了 西路啊 你通知后厨多做几个菜 给然然补补 嗯 好呢 大老爷 您回来了 我们的孩子 他 他 闭嘴 你还躺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抬回去 大爷 那菩萨经抄写完后宫到哪里呢 哟 我爹真的讲究 还给也男人的孩子祈福呢 66666 抄什么抄 不抄了 晦气 啊 怎么又不抄了 我爹怎么这么反复如常 难道是大一爹来了 这大一爹 又是什么东西 不过听语气不像是好话 大老爷 这怎么回事 刚刚还对着人家情真一切呢 怎么出去了一趟 翻脸就不认人了 大爷走了 大家都散了吧 童子 这些菜都好好吃 可惜你不能吃 你只能吃瓜 好无聊啊 有什么大瓜吗 有 还是你爹的大瓜哦 哦 我倒要看看 这跟我有关的大瓜是什么 道侯 这位师可真大胆啊 居然在院子西角门的小树林 啥 这么贫 太刚落 就这么迫不及待 是啊 哦 原来是抱着秦郎诉说委屈啊 卫师哭起来真是离花待遇 这谁招架得住啊 咦 我爹呢 我爹怎么又不见了 哈 看来老爹是抓奸去了 可恶啊 我也好想去看看 娘 爹去哪了 咦 你怎么也不吃饭呢 呃 我吃饱了 恩 西路 冉冉冉啊 你们先吃 我去看看你们爹爹 好吗 哎 那这么好吃的饭菜 就只能我自己想用了 嘿嘿 嗨嗨 冉冉妹妹啊 你要不要熟悉一下侯府 姐姐带你出去逛一逛 嗯 吃饭时间 逛什么逛 吃完再逛不好吗 这不是还吃饭吗 姐姐都吃好了吗 我吃完了 哦 好吧 姐姐吃的好少 对了 我听说西角门旁有两株弹花快开了 妹妹要不要去看一看 那两株弹花 正好开在西角门的梅林旁边 西角门 不正是卫士偷情的地方吗 哇 好想去现场吃瓜啊 可这一桌子美食 我也实在是舍不得 嗨嗨 然来啊 是不是还没吃饱 没事 我让下人拿炉子把菜先温着 一会儿我们赏花回来再继续吃 行啊 西路姐姐 我跟你去 嗯 姐姐慢点 我姐这是要把我扛去卖了 去迟了谈花蟹了 就看不成了 我姐神仙般的人 果然有情调 赏个花都这么拼命 呼 到了 也不知道错过没 咦 那不是爹吗 娘怎么也在旁边 嘘 先别说话 二郎 呜呜呜呜 且生命苦啊 我们的孩子 还是没有保住 然而 多怪你 要怪就怪民事 都怪那个毒妇 让我的连儿受罪了 哎 二郎 还是你最好 啊 二郎不渴啊 不渴 人家刚落了胎 身上还有污秽 不渴啊 啊 姐姐 你做什么 妹妹 你还想 我怕误了妹妹的耳朵 哼 吃瓜不带我 不过这现场吃瓜 可真刺激啊 如果能看到画面就好了 然然 你努力刷积分 积分够了 你给我升个级 就能看到画面了 你少KTV我 现在回到猴府 每天好吃好喝 这么多庸人伺候 当条咸鱼不舒服吗 做什么任务 别避避 影响我吃瓜 我应该在这里 不应该在这里 看到你们有多甜蜜 这样一来 我也比较容易死心 给我离开的勇气 大胆 你们两个肩夫淫妇 在这里做什么呢 哥 哥 你误会了 我 我是来赏花的 听说梅林有两株昙花开了 弟弟专门来赏花的 没想到在这里 碰到了魏姨娘 魏姨娘说肚子不舒服 我刚好准备 搀扶她去找廊中呢 我爹这么闹的吗 抓到肩妇淫妇 就这样干巴巴质问 不动手的吗 这么大一顶绿帽子 怎么着也该给一人 两个大嘴巴子吧 呵 真没用啊 我也觉得 然然说的好 就该让李章听听 免得他老是以为自己为这个家多么忍辱负重 然然 其实你爹弟也是有难言之隐的 魏氏的父亲刚起父 生了新男巡抚 你爹顾及魏巡抚 所以才不敢动手 哎 还是这个叫童子的人理解我 不对啊 刚起父 那就更应该打了啊 魏巡抚新官上任 肯定会谨言慎行 本来当妾就是污点了 当妾还偷人 他恐怕得亲自上手打 魏家的其他女儿还要不要嫁人了 我要是魏巡抚啊 我非不得把他打死 对呀 是这个李亚 哎呦 大远 民生消气 别打我了 哎呦喂 好汤 痛快 童子 那我爹 那我爹为什么不敢打二叔 二叔和你爹是同父一母啊 现在侯夫老太太偏心二房三房 要是打了二叔 不止你爹 你娘你姐你跟你弟都会被老太太刁难 这个也好办啊 直接把二叔的头蒙住 先打了再说 老太太要是问起来 就说梅林太黑了 抓贱夫的心太急 没看清不就行了 要是不嫌丢人的话 还能直接叫二叔扔去衙门 还可以这样 我早就看二弟不爽了 从小到大 什么东西都要跟我抢 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 正好揍他一顿 哎呦哎呦 大哥 哥 你干什么 哥 你们看到尖夫长什么样子了吗 回大爷 没看到 好 那还愣着干嘛 开打呀 十分钟后 大爷 此尖夫如何处理 通知老太太一声 就说府里进了贼 为姨娘和贼人勾搭 大爷要将贼人送去衙门 问老太太该怎么办 是 慢着 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娘 娘 什么事 慌慌张张的 娘 魏氏那贱人竟然背着我偷人 想我和魏氏青梅竹马 他竟然做出此等伤风败俗之事 哎 后宅的是一项母亲做主 儿子想问问母亲这事该怎么办 哦 还有这种事 将监夫送官吧 我们侯府也不能动私刑 拿你爹的帖子 务必将贼人严惩 好的 儿子知道了 娘 还有一件事 之前被换亲的五小姐被找到了 现在已经回府了 什么 李若然 那妖女 十年前差点把我客死 这样的人能接回来吗 娘 儿子事先问过成员大师 成员大师已经为若然做过法事 并亲自担保 若然的命格已经发生了变化 哼 算了 那让她在祠堂跪一晚上 先得到祖先的认可再说吧 第二天一早 跪了一晚上的李若然腰酸背痛 还要来给老太太请安 这让李若然心里十分不爽 哼 这老太太 让我归一晚上 还要一大早过来请安 真是气死我了 这就是五小姐李若然吧 好孩子 受苦了 过来让祖母看看 咦 不好 有瓜 何瓜 童子 快说 老太太有脚气 老太太平时还爱够脚 妈呀 脚气那可是真菌感染 要传染人的 幸亏没握手 好险好险 差点就被传染了 谁能想到一个和蔼可亲的祖母 私下里竟然是个抠脚老太 还有脚气 哼 乡下人就是没礼貌 祖母赎罪 孙女是不祥之人 怕冲撞了祖母 还是不和祖母握手了 咦 咦 那手上都在褪皮了 确实是真菌感染 嗯 那真菌感染是什么 难道然然他还会依礼 你这孩子 也还挺有孝心的 这个小玩意 拿去玩吧 呃 怎么有点隔应呢 老太太亲手接触过的东西 我也不太想要呢 真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小气罢了的 尚不得抬面 还不及二房的孩子里若雪一半机灵 童子 一个侯服的老太太 怎么会有脚气呢 真是奇怪 这脚气是谁传染给他的 妈呀 老太太竟然有这种爱好 真是小刀拉了屁股 开了眼了 童子快说 什么爱好 老太太特喜欢闻别人的臭脚丫子 呦呦 还喜欢收集灵人的鞋 嘖嘖嘖 他不仅扣脚 还喜欢食指紧扣 嗯 我快约了 这个瓜听起来好有味道 嗯 什么 老太太这么老了 竟然还用相好啊 啊 那个相好长了一双无与伦比的狱卒 你的老太太无法自拔 那个相好是 是谁啊 童子 你快说啊 斗侯 系统提示 你该做任务了 什么任务 哪来的任务 吃瓜还要做任务吗 对 然然 你要攻略四皇子 避免四皇子黑化起兵造反 造成生灵出炭 民不聊生 你说过 要让我的双腿恢复如初的 可半年了 半年了 到现在 我的腿还是这样 我跟个废人又有什么两样 莫哥 我的能量只要恢复完了 就能帮你恢复双腿了 你个废物 每天除了画饼 就是避避 有时候避着避着 还会掉线 你真是废得明明白白的 哎 主要还是能量不足啊 这个能量到底是什么 天天听你说 就是类似于灯油 灯油充足 油灯才会亮 能量充满 我马上让你站起来跑十里路 不带喘气的 哼 充满 那你的意思是 要我一个堂堂皇子 去偷人家灯油 莫哥 我的等级高 可以查到其他宿主的任务 我刚刚查到 那个女人的任务是来攻略您 您大可按兵鼓动 等着猎物上门 等她一来 我们就能偷灯油 嘿嘿 哟喝 瞧瞧你这傲娇的语气 偷灯油用得着这么自豪 还有 攻略我 什么意思 敢不成要打死我 就是获取你的喜爱 我想 她的终极目标 应该是和您成亲 呵呵 我知道了 那本王就勉强出卖一下色相吧 哎 想我当年 风度翩翩 仪表不凡 朝中贵女 吾不想下嫁于我 奈何如今成了残疾 嗯 不对 莫哥 这靳阳侯五小姐 好像是个懒货 要不 您还是主动一点吧 嗯 啥 让我堂堂一个皇子 去主动 不可能 学对不可能 莫哥 相信我 感受到本统的能力后 您会上瘾的 呵呵 谁会对偷灯油上瘾啊 哎 好吧 那通知鹅娘 今日在国公府大摆宴席 邀请各位世家前来参加 我倒要好好会会这个吴小姐 爹 恭喜宿主引起了四皇子的注意 积分加五 然然 然然 你可以打开积分商城了 啊 统啊 那什么四皇子 我都还没见到 怎么就引起他的兴趣了 我不做啊 先不管那个了 给你看个好东西 当当当当 咦 这是什么 这是好运轮盘 抽奖用的 每次消耗二积分 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 然然要抽吗 抽 竟然有卫生纸 我哭了 在古代上厕所 简直太难了 怎么抽 是按这个按钮吗 对 快试试吧 哇 然然你运气也太好了吧 一一次抽奖就抽中了土豆 土豆 土豆拿来干嘛 然然 这个潮带没有土豆 土豆可不得了啊 亩产量可是大米小麦的几十倍 可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别避避了 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卫生纸 土豆嘛 留着烧个排骨吃吃还行 再来一次 哇 布洛芬叶 这也是好东西 再来 玉米 再来 气死我了 一盒卫生纸没抽到 还道歉三十积分 你这是鹅场概率吗 还有 你们怎么会有猎性春 这种东西 然然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厉害了 有了这包东西 四皇子分分钟拿下 然然 你的运气真好 不枉费我开绿灯让你设账 你可闭嘴吧 然然妹妹 快收拾收拾 去吃席了 吃席 对啊 今日恰逢国公府大宴宾客 听门房说 锐亲王殿下来了 好多宾客们都早已等候在花厅了 咱们也收拾收拾 快去吧 吃四皇子 然然 快走 快去攻略四皇子 好吧 看在有好吃的份上 我们就过去看看吧 当即说到 四皇子为了接近李若然 大摆宴席 邀请各方名贵齐聚 然而 身份低微的李若然 却成为了个陆贵夫人的闲谈对象 哟 这李家什么时候有多的一个小姐啊 哎 是啊 看这眼生 以前没见过 不过长得倒挺像李夫人的 这是府上吴小姐若然 小时候身体不好 送去了南方 就送去了江苏姑母家 江南好啊 风景一人 气候舒适 是个养人的好地方 难怪这丫头长得这么水烈 哟 听说江南才女才情结佳 想必吴小姐也是如此吧 今日就不妨露两手 也能让我们开开眼界 是啊 都会些什么啊 嗯 怎么到了古代 也摆脱不了被亲戚朋友要求表演才艺的命运啊 嗯 可不凑巧了 然然这些年没学什么琴棋书画 只学了一些伊礼 实在是不好在这展示片刻了 恩 然然会看狡气 还知道什么是真菌感染 算是会伊礼吧 哈哈 究竟袭的哪方面伊礼 会诊什么病啊 对了 王夫人不是有头疯病吗 正好让然然看一看啊 哎 不是 这个人是谁 我招惹他了嘛 为什么老是盯着我不放 然然 偷偷告诉你 这个女人是你爹的老相好哦 什么 我爹又在外面张花惹草 不是啦 你爹年轻时也是风流倜傥啊 肯定会有不少女子按送就拨 这个送室也是其中之一 可能现在看你们一家过得好 心生妒忌 所以才老盯着你不放 各位抱歉了 今日身体不适 来晚了 王夫人 是不是头又不舒服了 恩 是啊 老毛病了 一头疼就恶心 没有胃口 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心之来 王夫人 我们刚才听闻侯府里若然熟之一里 您不妨让他瞧瞧 或许有什么偏方也不一定呢 哦 不知道然然是从何人 读过什么医书啊 回复人的话 小女子最近在看画陀不传秘方 张仲景一案 听闻画陀著有青囊书 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莫非 这画陀不传秘方是民间私传的医书 还有医生张仲景 她的一案 那可是百年难得一遇啊 你的老师是何人 抱歉 家师不让外传 童子 我是不是有点装过头了 哈哈 快别装了 快把部落分拿出来吧 夫人 家师曾传与我独门秘方 我制成这小小的一枚胶囊 只需服下后半小时 就能缓解你的头疼 真有药啊 呀 这个妹妹真的好神秘啊 哈哈 人家太医院的院判看病 也要把脉 写药方 剪药 尖药 你个小女王 只问了两句 方字都不写 就能立即拿出药了 真是笑话 笑不笑话的 吃了不就知道了 王夫人 可别吃啊 这病真不疼 药可不能瞎吃 万一吃出问题可怎么办 王夫人 我看啊 这药就这么小一点点 吃下去应该也没啥事 最多没用而已 是啊 既然王夫人吃了这么多药都没用 不妨试一试 万一有奇效呢 说不定这药就是那华佗 不传秘方里传出来的呢 哦 真有半小时就能缓解头疼的药 拿来给本王看看 但台末来了有一会了 听闻这边喧闹声 得知还是有如此神药 瞬间来了兴趣 哇 是四皇子耶 好帅 四皇子哥哥好帅 我要攻略 攻略他 天啊 然然你总算开窍 真的太不容易了 嗨嗨 然然 收一收你的嘴角 在皇子面前要注意一下 咦 他怎么坐轮椅啊 童子 有四皇子的瓜吗 听说是骑马衰的 下半身瘫痪了 其他的瓜我看不到 可能因为他是任务的攻略对象吧 啊 下半身没有知觉 岂不是不能 哎 可惜了 算了算了 洗洗睡了 这是何药啊 殿下 失传秘方 不方便告知 说了你也不知道 不知姑娘失从何人 老师不让说 半个时辰 药都没煎好 小小一粒药丸就能起作用了 对 算了 我试试吧 争论那么久 都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 王姐姐善重 这药丸看起来有些奇怪 听说有的药丸不死人 但能让人生不如死 咦 不是曹夫人 让我给将军夫人看诊的吗 怎么我现在看了 又不让将军夫人抚养 曹夫人可真是奇怪呢 来人 把这个假惺惺的夫人 给我扔出去 一颗药 吃不死人 王夫人好魄力 头痛半个时辰就能缓解 我再给你两颗 如果还痛 两个时辰后再扶一粒 不痛就算了 留着下次头痛的时候吃 王夫人敷衍地点了点头 说实话她心里也是没底的 只是想和李家叫好罢了 药吃后 大家就待在花厅里 等着看疗效 殿下 您刚刚和五小姐说话的时候 我感觉到她身上好多灯油 殿下 快快去偷灯油 废物 你能不能文雅一点 别这么粗笔 什么偷不偷的 殿下 能不能再和五小姐多接触一块 给我机会建立一个灯油借助通道 哎 那怎么做 只要和五小姐说话就行呢 敢问五小姐 这要是只能治疗头痛吗 所有痛症都能治 头痛 腰痛 关节痛 牙痛 还能治疗发热 这么小一粒药 疗效这么神奇 嗯 这要服用方便便于携带 要是用到军中 不知道能治疗多少伤员 五小姐 请问这药能否大批量购买 钱不是问题 熬制此药 全靠运气 哎 准确的说 应该是全靠手气 好吧 既然五小姐不愿意 那本王也就不强求了 晚宴继续 你们好好休息 我回隔壁了 学武 本王刚刚感觉大腿有知觉了 对 我的灯油也冲了一点 殿下 你再多和五小姐接触 待我灯油充满之日 就是您恢复之时 嗯 这件事必须保密 听到了吗 是 然然 我觉得有种能量不足 随时会掉线的感觉 哦 难道这不是废物系统的常态 不是 我平时很精神的 就刚刚四皇子和你说话的时候 我差点死机了 是吗 算了 那个四皇子有古怪 为了你的安全 咱还是不攻略了吧 哎呦 然然 我刚看你的积分 一下子涨了三十分 你的欠债还清了 啊 你确定我的任务是攻略四皇子 对啊 可我怎么感觉 四皇子是来攻略我的 啊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很快 半个小时过去了 王夫人头果然不疼了 激动的她站起来原地蹦了两下 眼里充满了感激的泪水 吴小姐是神医啊 只是缓解 下次还会痛 我这药治标不治本 剩下的两颗 你下次痛再吃 好好好 能缓解已经很好了 然然 你这药还有多少 能不能多卖一些给我 我知道你这是秘方 我出三倍 不 我出五倍的价钱 我家官员 偶尔也会头疼 也卖我两粒 我也要 我也要 我出十两银子买一个 啊 钱来得这么容易的吗 在这个朝代 一般家庭一年开销 也就不过三四两银子 那我要是再多赚点积分抽卡 岂不是要赚大发了 好 我卖 她把药粉撒进马槽里 马儿吃了沾染药粉的甘草 瞬间狂躁不如 可她却丝毫不决 只哭上钱 随即这个男子太负 而她之所以这样 还要从昨日宴席结束时说起 庆家母 庆家母 等等我 是庆家 近日可好啊 白阳 当然好啊 这还不是托了你们侯府的福啊 朝中大臣们知道咱们两家定了亲 那真是一个比一个殷勤令 连我家那口子都感觉年轻了几岁呢 哎呦 大小姐真是越来越出条了 真是便宜了我家那个臭小子 童子 这是谁啊 什么定亲 谁定亲 然然 这是高阳的母亲 也就是西路姐姐将来的丈母娘 什么 高阳 那个烂黄瓜 啊 什么 烂黄瓜是什么 啊 不行 不行 我不能让姐姐嫁过去 高阳那 就是个七星条虫 在外面养了好几个外事 我姐嫁过去 那不是活受罪吗 到时候还要给别人养孩子 哦 不 想想就难过 我那么好看的神仙姐姐 怎么能和高阳那个烂黄瓜在一起 什么 高阳养外事 这高阳不是洁身自好 连通房丫鬟都没有吗 啊 我该怎么告诉我娘呢 这个高阳就是个表里不一的渣男 养的三个外事都怀了孩子 我姐过去 那就是三个仔的娘 啊 搭配 早就觉得那花言巧语的小白脸不是好东西 还好没被他骗到手 呦 有大瓜 何瓜 童子快说 高阳有个外事 今天就要生了 我来看看他在哪呢 啊 卧槽 他正在外面守着外事生产呢 就在槐树胡同的一间宅子里 不行 我得想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娘 哎 有了 娘亲 我刚听说 槐树胡同附近有一家点心铺子特别好吃 我们去买点尝一尝 好不好吗 正好 我也在那附近的首饰铺子里给然然妹妹做了衣服手镯 我们等会一起去看看吧 哇 金镯子叶 姐姐真好 我太爱你了 不行 得赶紧去抓高阳那个渣男 那好 顾沫这里张志慧也快过来接我们回去了 等会就先去槐树胡同那边看看吧 谁知听完这话 高阳母亲却慌了 眼神躲避 支支吾吾 这让敏氏更加确定了此事的真实性 不行 这婚必须退 娘亲 爹来了 马车备好了 咱们回去吧 先不回府 然然想去回树胡同买点心 哦 看来是为了高阳的事 好啊 买完点心 我们再去附近逛逛 走走走 快上马车 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嗯 什么来不及 死 多少年了 我的大腿终于有感觉了 恭喜殿下 朱殿下早日康健如初 殿下 真就没用 还是要靠灯友 多和五小姐说话才是正经 看来这灯友还得继续偷 那个豪府的五小姐李若然呢 回殿下 五小姐已经离开了 听说要去槐树胡同附近 怎么走得这么快 难道发现灯友被偷 莫哥 我可是高级系统 五小姐绑定的只是个小系统 他们是绝对不会发掘我的操作的 呵呵 那还是改变不了你需要偷灯友的事实 嘿嘿 还有个惊喜嘞 什么惊喜 快说 现在只要莫哥靠近五小姐 就能听到她的想法 嘿嘿嘿 又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骄傲个屁呀 五小姐知道吗 肯定不知道啊 知道了她的心声 了解她的喜好 莫哥你就能轻易不惑美人心了 呃 欢迎下次再来 谢谢叔叔 一小姑娘可真拐 停 是这里 高杨就在这座宅子里陪产 啊 那我该怎么说服爹娘进去呢 啊 对啊 我们该以什么理由进去呢 哎 有了 我有办法了 童子 快把我那包猎姓春 要拿出来 嗯 啊 然然你要干嘛 四皇子也不在啊 那东西极其稀有宝贵 整个积分商城只有一包 用一点少一点啊 你退下吧 废物 把这个给马用 然后马狂躁起来 不小心伤害我们 就有理由进屋了 这不就行了吗 啊 这倒是个好办法 但是有点伤闺女啊 不行 还是不能让闺女一个人冒险 我跟然然一起去 一会再见机行事 然然啊 你怎么一直盯着那匹马看 是喜欢那匹马吗 对对对 那匹马好帅 爹爹 我想去看看 好 爹带你去看 然然 你先看哦 爹眼睛里进沙子了 你注意安全啊 好呢 爹 马儿啊 马儿啊 实在是对不起 我也不是故意的 要怪就怪高阳那个王八高子 我保证此事过后 给你找一匹漂亮的小母马 这回就先委屈你了 啊 然然 你少放点少放点啊 这一点点药效就很足了 啊 你不早说 你也没早问啊 哦 是吗 然然 然然 小心 快闪 那马疯了 哎呦 我摔倒了 爹爹 我被马踢了 啊 然然 你这演技啊 怎么说呢 还有待提高 演得这么差 你爹会相信吗 不行 我怕怕 我要是不躲一下 那一脚下去 我还不得折了 然然 然然 你有没有事 啊 然然 你被马踢了 呃 不是吧 我爹真信了 来人啊 这家管事的是谁 这马伤了我女儿 还不怪来人 然然 我的好闺女 伤到哪里了 痛不痛啊 哎呦 痛得不得了 妹妹 不哭啊 有我们在的啊 一会就把李烈那人 拉出来打一顿 看吧 我的演技不好吗 看看我们全家担心的样子 哥现在 我能禁止奥斯卡 不一会儿 房里来了一个管家 看着一行人来势汹汹 为首的男子还身穿官服 也不敢怠慢 赶紧请进了院子 刚一进门 就听见院子里传来 妇人的好哭声 怎么回事 你们虐待媳妇不成 官爷 你误会了 这是妇人在生产 官爷先去堂屋休息片刻 吓人们去拿爹打油了 我亲自去把我们爷叫来 你最好快点 我跟你说 今天这是没完 二爷 妾身好难受啊 二爷 妾身今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不能服侍二爷到老 平儿 你会没事的 平儿 你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好了 二爷 妾身啊 好痛 啊 怎么回事 都生了两个十次了 怎么还没生出来 平儿要是有什么意外 我要你们全部陪葬 哟 这位前姐夫哥 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是这里了 是这里了 我乐得去 车马怎么这么狂盗 殿下小心 这匹马我知道 刚刚吃了五小姐拆了猎姓春 要的干草 这要效果看样不错 这下好了 刚愁没有进宅子的借口 来人啊 去把这宅子管事的人抓出来 就说他家的马把本王的马上了 讨要一个说法 爷 咱们的早红马把人踢了 现在这回人家正在堂屋 说是要个说法 踢了就踢了 赔击两银子就行了 别来烦我 没看到平儿现在正在危机关头吗 我要守着平儿 不见外人 爷 惊的是官爷的家贱 外面那位爷穿的是官服 官爷 哼 在这熊乡僻壤的 能有什么大官 再大爷比不过我爹 二爷 你去忙 别管妾身了 妾身一个人可以的 可别因为妾身耽误了大事 婷儿 不行 我不能离开你 我要一直在你身边 二爷 您如此对待平儿 平儿就是现在去死 也心甘情愿了 哼 婷儿 我不许你再提死字 你死了呀 我怎么办 夫人 你别分心了 快用力吧 爷 那您先忙着 我去把外面那人打发了 只不过外面那位爷穿的是紫色的官服 什么 紫色 紫色官服 那可是三瓶以上的大员才有资格穿的 不行 惹不起 我得赶紧出去看看 你这老奴 怎么不说清楚 真是没眼力见 还不带路 是是是 爷这离情 官爷 我们也来了 张叔 您 怎么是您啊 高杨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 我 对哦 这是我同郎的宅子 同郎的夫人 今日生产 我是来帮忙的 对 我是来帮忙的 你同僚的妻子 你亲自陪产 高杨 你是觉得我们都是傻子吗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堂堂正正 能不能像个男人 我 我 我一会儿就让人去国公府 将你的耕铁还回去 这门亲事 就此作罢 不要 张叔 我错了 我 我我错了 不对 我也是受害者 是那个女人先勾引我的 我会改正的 我是真心求取西路妹妹 我对西路妹妹的感情 日月可见 张叔 你原谅我这一回 我一定会改的 呗 渣男说谎 平儿是高杨同僚的妹妹 明明就是她装罪 讲了平儿 现在又到胆一趴 真是渣男啊 什么 真不愧是个烂黄瓜啊 烂到骨子里了 不过她欺辱同僚的妹妹 怎么没被同僚打死 其实吧 她同僚也愿意 还是故意把妹妹送给高杨的 什么 还有这是 那她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哪有人愿意自己妹妹做小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个同僚吧 是三皇子的人 这么做就是为了拿捏四皇子 毕竟这高杨是四皇子的人 什么 三哥 三哥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没想到啊 三哥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 背地里竟然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了 高杨 你好大的胆子 给你定了亲 没想到你竟然在外面养外事 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莫 莫哥 你 你怎么也拦了 爷 不好了 我刚没拦住 这位公子的马被咱们的枣红马给惊了 也要来讨个说法 啥 枣红马不会是把四皇子的马给强了吧 呵呵呵 四皇子的马好可怜啊 嘿嘿 这五小姐人小小一只 动得还真不少力 闭嘴巴你 瑞亲王殿下安康 四皇子殿下吉祥 免礼了 今日在此相聚也是缘分 五小姐 本王还是对你的那种药很感兴趣 希望你以后可以给我提供 这个小玩意儿 拿去玩吧 谢谢四皇子殿下 哇 是碧玺耶 四皇子哥哥真大气 能除 筒啊 这个比金子贵吧 筒啊 我发财了 哎哎哎 然然 口水流出来了 注意你的嘴角 嘴角 殿下 静阳侯府五小姐是个贪财的 拿钱砸她 刚刚你们两人说话 我浑身都充满了灯油 闭嘴 殿下 臣恳求殿下取消 长女西路和高阳的亲事 高阳此人 不配做我静阳侯府的女婿 不要张叔 我 我错了 隐了 你们两家的亲事就此做爸爸 母亲那里 我会说的 谢殿下 来人了 把高阳带回我府里 得好好盘问一番 此人和三皇子到底有什么勾当 然然 恭喜你 又获得了三十积分 哇 那我岂不是又能抽奖了 快快 我们回家 回去抽卡玩 嗯 这抽卡是什么 就是一种小系统专属的 类似于赌博一样的游戏 这个五小姐好特别啊 她姐姐知书达理 琴棋书画样样皆通 可她却是个懒货 还贪财好赌 还有点好难色 高阳被带走后 然然一家与四皇子告了别 随即就踏上了回家的买车 然然 你也到了学习的年龄了 你想先学什么呢 什么 还要上学 娘亲啊 我可吃不了学习的苦啊 为啥侯府小姐也要学这么多东西 娘啊 我是非学不可吗 哎 那当然了 总要学点记忆在身啊 不然以后容易吃亏啊 娘啊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山一里啊 有一样技能傍身差不多了吧 其他可以先缓一缓 但女四书总是要学的 娘亲 女四书是什么 就是女界 内训 女论语 女范节路 我去 这些不就是教育女性悲若柔顺 孝顺 做贤妻良母吗 这可充斥着大量男尊女卑的思想教育 我才不要学呢 王德发 要我学这些 还不如让我去死 然然这么刚烈的吗 怎么又提到了王家公子 这王德发究竟是何人 要不 让然然先学管事 好啊 娘亲 我算账算得又快又好 还不需要算盘 哈哈 妹妹口气真大 你们别不信啊 要不这样 娘亲 你找个管事婆子和我比一比 我要是赢了 我就不学女司输了 那要是你输了呢 输了的话 娘亲让我学什么 我就学什么 好 那我们先回账房 你们谁愿意和吴小姐比一比 赢了吴小姐的 赏吴两银子 夫人 老奴愿以一世 这 周婆子算账是个老师傅了 这和然然比 输赢显而易见了 要是然然输得太惨 信心被打击了就不好了 一旁的丫鬟藏春 看出了敏适的顾虑 打去说道 周爸爸 你这别打去了 你可是个算盘金 府里谁能算得过你呢 再怎么说 吴小姐也是当回府 总不能输得太难看了 呵呵呵 老奴不敢 老奴就是眼馋那五两银子的赏 要不 先让个半炙箱试试看 好啊 那就先让周婆婆半炙箱吧 哦 吴小姐又拿老奴开玩笑了 哈哈哈哈 算了 我还是不参与了 周婆婆 我没有开玩笑 我来真的呢 笑话 算盘能赶得上 现代的心算法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试试吧 先说好哦 说了可别说老奴欺负小姐啊 来吧来吧 哦对了 娘亲 你先告诉我 这账本怎么看啊 啊 啊 这账本都不会看 就闹着要比赛 哎 真是让人发愁啊 哈哈哈哈 你们谁愿意和吴小姐比算账啊 夫人 老奴愿意一试 吴小姐 那我们就开始了 周妈妈 我算得也有些快 你可不用让我 哈哈 看吴小姐说的 要让也是请吴小姐让老奴 别让老奴说的太苛尘 随后 比赛开始 周婆婆故意喝茶墨姐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她还没开始做 李若然那边就已经算了 哦 笔墨铺子上个月收入65两三千 支出42两两千 赢利23两一千 对 然然好厉害 竟然算得分毫不差 这也太厉害了吧 侥幸 侥幸 嗯 不愧是我然然 不仅聪明还谦虚 哈哈哈哈 我是天才 天才 哈哈哈哈 哎哟 我以后算账再也不喝茶了 吴小姐真是厉害 周婆子表面打局 实际心里有些不服 说不定夫人为了给吴小姐 李威 故意消遣我老婆子呢 小姐应该早就知道答案了 纸上画着鬼画符 连12345都不会写 就算出来了 这个月还没算的账本 拿两本过来 再比一次 这次周婆婆不敢拖打 比赛一开始就埋头打算盘 而一旁的李若然只是看了一眼 账本 就在纸上加加减减 又是第一个算完 这个月笔墨铺子 到目前收入32两两千 支出20两两千 盈利12两 藏春 对吗 夫人 逆思不差 哇 然然你怎么算的 算得又快又准 嘿嘿 那我是不是不用学女私书了 既然然然如此聪慧 必然不用再学私女书了 然然 你是用了什么办法 可以教教我们吗 嘿嘿 那当然 来 你们都听好了 以后收入和支出不要写在一起 单独分开 更方便统计 还有 我教你们什么是阿拉伯数字 就是这样 你们看啊 这是一 这是二 随后李若然就在纸上写出了0到9的阿拉伯数 在场的人 无不大感惊奇 这就是阿拉伯数字 这样看起来更简单 而且更好算数 你们看啊 这33乘以25 只需要这样计算就可以很快算出来 答案是825 而这里面就需要用到我刚才提到的九九惩罚口诀 你们要学吗 学了以后就不用算盘了 爷 只要吴小姐愿意叫 蟑螂 你这是在哪里学的啊 能发明出这么简洁的数字 想必肯定学是渊博吧 从印度人那里学的 印度人 就是翻榜人 周妈妈 这个给你 它叫土豆 母产能达到3000斤 你拿回去切成块 先催芽 土豆沙地就能种 三个月就能收获 还有这个 叫玉米 母产量也很高 周妈妈第一次听说母产3000斤的做 但今天已经被李若然震惊了好几次 接到土豆和玉米时 已经相当淡定 只当这是从帆邦运来的稀罕玩意 晚上后 侯府所有妻妾儿女会去一趟 照例给老太太请安 二房的薛氏亲自捧着一盘紫红色的葡萄 走了上来 这是西域来的果子 妾身特意留了两盘 让母亲尝一尝 嗯 薛氏有心了 大家都在 分着尝一尝吧 哇 这个葡萄籽的发黑 看着就好好吃 还好老太太没用手摸 不然可就浪费这果子了 很快 果盘就递到了李若然面前 然然也没客气 伸手摘了一串 小口小口吃着 一抬头却发现 二叔的嫡女李初云端端的站那里 也不吃葡萄 初云啊 我的乖孙女 你怎么不吃呢 奶奶 果子这么少 初云吃了 奶奶就少吃一点 初云不吃 初云那份 留给奶奶吃 啊 哈哈哈哈 真是我的好孙女啊 不枉奶奶平时最疼你 是啊 初云可太有孝心了 真不愧是老夫人亲手教导的 不像有的人家的姑娘啊 吃了手上的还没够 还伸手抓 连葡萄子都要带走 嘖嘖嘖 啊 啥 这是点我呢 不是 这要干嘛 我就是吃了个葡萄 咋就和她夺上笛了 李若然十分窝火 瞪为一眼老太太身边的李初云 李初云还特意昂了昂脑袋 骄傲得像只大公鸡 我擦嘞 真是品的一手好茶啊 李初云啊 李初云 你瞅瞅你那张 近亲结婚导致的邪靶子脸 真的倒胃口啊 你这样的损傻儿 怎么没被大房三房给打死啊 扑嘞 大丫头 你笑什么 没事 租母 我想起了开心的事情 天啊 忍孝真的好难过啊 初云啊 奶奶老了 不喜欢吃这些 怕吃多了不消化 你们年轻胃口好 多吃些 那好吧 那我要奶奶喂我吃 好好好 来 初云张嘴 啊 不吃 哦 哈哈哈哈 老太太真不讲究啊 口角不洗手就给孙女喂葡萄 约 嗯 奶奶 你也疼疼若然吧 奶奶一直疼孙女 若然该讨厌孙女了 啊 没有 没有 我没有嫉妒姐姐 那若然妹妹一直盯着我干什么 不是呢 妹妹只是想和姐姐说句悄悄话 哟 甜不甜啊 嗯 初云这是怎么了 若然 你和初云说了什么 初云这么大的反应 我没说什么啊 我就问了初云姐姐 祖母喂的葡萄甜不甜 我也不知道初云姐姐为什么会这样 初云 究竟怎么回事 祖母 不管若然妹妹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吃葡萄吃多了 受凉了 忽然有点恶心 哦哦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初云姐姐不喜欢祖母喂的葡萄 才吐的呢 怎么会呢 祖母给我喂葡萄 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哦 是吗 来 我的乖孙女 张嘴 奶奶再喂你吃点 啊 不 怎么 难道真不喜欢奶奶喂你吃 那我以后可再也不喂你了 不不 奶奶误会了 初云最喜欢奶奶喂吃的了 奶奶以后每天都要喂孙女吃 对嘛 这才是我的乖孙女嘛 来 张嘴 我的天 你牛 在下干半下风 不好了 不好了 急什么急 闯到鬼了 冲撞了府里的小姐 小心你身上的皮 老夫人 不好了 二爷被抓了 二爷已经在狱中待了一晚上了 什么 二郎被抓了 快说 怎么回事 为什么被关了一晚上 现在才来通知 这二爷的官爷说了 二爷把别人府上的姨娘肚子搞大了 罪名是通 的 吓死我了 还好 不是什么大事 打点一下就出来了 老大呢 快把老大给我叫来 是 老二媳妇 平时不要黏酸吃醋 爷在府里得不到满足 就想着往外跑 看吧 这一出去 就容易犯错 媳妇知晓了 二爷惹的是哪个府上的姨娘 是府上大爷的姨娘 魏姨娘 什么 敏事 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 我不知道啊 这是我也刚知道 官爷说了 报官的人拿的是老爷的帖子 还说要严惩 所以才没有人来禀报 这话怎么这么熟悉 哇哈哈哈哈 傻眼了吧 没想到吧 是您老亲手把好大儿送进去的 爹爹干得漂亮 娘 我来了 您找我何事啊 好你个黑心烂肺的 你这当歌的 不把你二弟弄死 你不肯罢首饰吧 关我爹爹什么事 不是你让拿祖父的帖子 要求报官 要求严惩的 真是人老屁股松 屁话控制 不住往外蹦 母亲 究竟何事 我什么时候要害二弟了 何事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请母亲告知 究竟是何事 儿子真的不知道 老太太气得胸口起伏 还是身旁的婆子站出来 将整件事说了得清楚 原来和魏姨娘私混的是二弟 母亲当时是在梅林抓到的人 梅林光显昏暗 请母亲原谅儿子气急功心 没有看清是谁 儿子这就让人将二弟放出来 你 你个不孝子 你当哥的 不懂得照顾弟弟吗 你这样 我和老爷怎么放心把侯府交给你啊 呜呜呜 老婆子我命苦啊 摊上你这么个儿子 母亲 儿子当真不知道这个事情 现在目已成舟 只能尽量减少影响 二弟那边我会安排的 出来后我肯定会得一个好出路的 那也晚了 一辈子都晚了 呜呜呜 大郎 你从小会读书 现在也会当官 娘最放心的就是你 你没有世子之位 也能活得好 这世子之位 还是交给你两个弟弟吧 大郎 算是母亲求你了 你行行好吧 老太太泪流满面 眼看就要给李章下跪 天啊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用这种方式逼我爹让出爵位 我爹可千万别答应啊 娘 您先起来 有话好好说 不 我不起来 除非你答应我 娘 我 我 爹爹 爹爹 你痛不痛啊 明明就是祖母让人抓二叔的 为什么要怪罪爹爹啊 祖母 你怎么那么狠心 为什么要用茶盏砸爹爹啊 为什么啊 砸在爹身 痛在女儿心 啊 我好痛啊 我好难受 我要死了 啊 痛死我 我就把你们全都带走 发疯的感觉好爽啊 老太太来啊 比一比啊 看谁更疯啊 我敢躺地上滚 你敢吗 敢吗 老夫人快走 吴 吴小姐好像是重 重邪了 快 快去请清徐官的李道长 来人啊 把这个妖孽给我打出去 不行 然然不是妖孽 祖母 你搞错了 然然没有中邪 她就是有些调皮 蟑螂 你快给祖母道歉啊 快说你是闹着玩的 她就是妖孽 哪有人像她这样的啊 快 把她给我赶出去 我看到她就头痛 放肆 你们谁敢动吴小姐 然然啊 妖孽是要被放火烧死的啊 你这把玩大了 呵呵 闪开 不要开大了 嗨嗨 我不是中邪了 是王母娘娘附身了 而等烦人 还不速速下跪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而等烦人 还不速速下跪 Thank you very much 这 这说的是什么高深的密语 好吓人啊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你 你 要干什么 游戏 扣你几蛙 喂 年轻 女儿好害怕啊 家人们谁懂啊 绑定了这样一个宿主 我找谁说力去啊 男人难道真是先人 说的这些语言 就是在跟神仙沟通 你 你说你是王母娘娘 你怎么证明 我看你就是在装风卖上 呵呵 你这个婆子 好生无礼 胆敢让我王母娘娘自证 童子 快来点王婆婆的瓜 好嘞 我来看看啊 哟 这王婆子 看着老实憨厚 背体里画画肠子可不少啊 呵呵 王菊花 你十七岁跟着诗诗 作为陪嫁丫鬟进府 那 那又怎么样 这些大家都知道啊 进府一年后 那天正好是重阳节 身世初 你借口给老爷送汤 和老爷在书房私混 还怀了孕 你 你胡说八道 我撕赖你的嘴 王菊花 羞对神仙不敬 当时 有个小丫鬟爬床怀孕 被诗诗知道后 没过几天 小丫鬟就淹死了 这件事吓得你几天没睡好 过了几天 你求着诗诗 把你嫁给了府里的张管事 张管事又不是傻的 被戴了绿帽子还不闹啊 呵呵 可张管事 好难疯啊 许妻也是被逼的 而且张管事的相好 就是你李婆子的男人 吴管事 看李婆子那眼神 不像假的啊 你儿子长大后 样子越来越像府上大爷 王菊花 你暗地里怕得不行 生怕被失事发现 就将儿子送去了外地 你儿子今年三十有二 妻子姓李 岳家是木匠 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十岁 一个五岁 皆是男孩 诶 别说了 神仙饶命 神仙饶命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看你出发 饶你不死 是是是 我知道了 神仙大人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嗯 你问吧 什么事 敢问这个手势 是神仙大人打招呼的手势吗 呵呵 不该问的别问 天机不可泄露 是是是 见米小的了 还有谁不信啊 诗意巧 你信不信 什么 他怎么知道我的闺名 诗意巧 三十年前 你和马鹏的马夫 啊 老夫人 你怎么了 快 快去叫郎中 比婆子 快来 给老夫人祈福 愿神仙保佑 好 呵呵呵 吓死你们这群王八高子 让你们欺负我爹 不是吧 老太太这么脆弱的吗 这点刺激都受不了吗 我还没开大招呢 不是吧 真不动了 算了 老太太要是吓死了 我爹不仅要守笑 说不定还要背个不笑的铃声 哎呀 怎么没人帮老太太求情啊 给个台阶 我也好 见好就收啊 肚子饿了 不想演了 神仙 神仙 求求你原谅母亲 弟子李章愿以吃宅念佛一年 换取神仙的宽恕 神仙 神仙 求求你饶了祖母 求求了 西路也愿意超佛金为祖母赎罪 神仙 信女愿意超金刚金一百遍 换母亲身体安康 我的家人真是太善良了 被老太太欺负了 还要帮着求情 呜呜呜 诗意抢 看在这一群孝子贤孙的份上 今天就饶你一次吧 郎中呢 郎中来了没 老太太其实早就醒了 只是装得不敢苏醒 汉里若然被李章抱着 她才心安理得的苏醒过来 我 我这是怎么了 老夫人 你醒了 你有没有事 我 我应该没事 就是头有点晕 诶 爹爹 我怎么了 咦 祖母怎么躺在这里 妹妹别担心 祖母只是受惊了 我们先回去 不打扰祖母休息了 啊 祖母怎么受惊了 严不严重 孙女好生担忧 然然真孝顺 我们还是先回吧 然然你在这里 老太太是永远也好不了 然然的孝心老婆子心领了 你们都回吧 闹了这么一场 大家都有点饿了 丫鬟又通知后厨 做了一些饭菜 一家人坐在餐桌上 狼通午宴 只有李章一员 一直在吃青菜下饭 爹爹 你不吃肉吗 爹爹要摘戒一年 为祖母祈福 唉 我当时为什么不选择抄京 为什么要摘戒啊 没想到爹爹这么实诚 真的要摘戒啊 不过这样也好 爹爹孝顺的名声传出去 老太太不能再用孝刀 压着爹爹了 然然 你明天要不要和爹爹去衙门 行步衙门可以随便玩吗 爹爹带着你 想去哪里都行 正好衙门有几个棘手的案子 上风要求这几天必须结案 我还一点头绪没有 说不定带着然然会有好运 好耶 好耶 那我明天和爹爹去衙门 对了 爹爹刚刚沈仙说 祖母和马夫怎么了 嗯 小孩子 别瞎打听 有你啥事 吃饭 哼 还不就是那点是吗 还好没搞出人命 二叔和三叔叔还是祖父亲生的 莫娃 想什么呢 再想下个月长公主府的赏花宴 母妃说 儿臣要不要去 刺 当然要去啊 大长公主这次举办的赏花会 实则是就是相亲大会 能受邀参加大公主赏花会的 皆是京城里官家的才女 到时候必少不了表演才艺 说不定能给你找个中意的女子 行 那儿子听母妃的 大长公主的赏花贴 给靳阳侯府五小姐送一份过去 是 不知道靳阳侯府五小姐有些什么才艺 竟然还有些小期待呢 母亲 小五是真的被往母娘娘附身了 安静 别说话了 让我静一静 李道长 您来了 快快 来人赐座 老夫人 不必了 来之前我已经了解过情况了 老夫人放心 人身上很脏 神仙是不会附身到人身上的 五小姐肯定是被邪魔歪道给附身了 可 可道长 王母娘娘什么都知道 怎么可能是假的 恩 此妖孽是有些神通 贫道确实要准备一番 老夫回道观准备些时日 待时机成熟 老夫人只需要将人带过来 我再道观施法 将妖怪除掉 那就多谢李道长了 李道长周车劳累 这点法性是孝敬您的 还望道长尽快处理此事 李道长走后 二儿子李郎从狱中回来 只见李郎身穿球服 屁股全是血污 显然挨了一顿骨头 母亲 大哥他是真的想治我于死地 他明明认出是我 还要将我送官 他是要回我前程 帮我生机啊 哼 久之道哭 你个没用的东西 谁让你管不好哭当你那玩意 母亲 以后大伯当了侯爷 我们二房可更没有活路了 哼 老爷再喂一天 李章他就永远别想继承侯府 放心 二郎 母亲肯定不会让你的苦白受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陛下 臣要弹劾刑部侍郎李侍郎 李侍郎治家不严 兄弟戏强 害得他母亲患病 现在还躺在床上 此事实为大不孝 倘若这样一个不孝之人 背地里又怎么能够做到仁慈连结呢 李侍郎可有此事 陛下 母亲近日确实患病过床 不过已经找郎中看过了 只是受到些许惊吓 并无大事 微臣已知在旁首后 并无不孝之道啊 哦 那我怎么听说 李侍郎母亲是被人祈祷的呢 还被迫下跪 瑟瑟 也不知道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父皇 此事 儿臣也听说了 不过李侍郎摘介一年 为其母亲祈福 此乃大先生之道 大笑折掩 既然李侍郎家是繁锁 李侍郎就先回去处理家务吧 近期先不要上朝了 等处理好事情再说 微臣遵命 退朝 爹爹 你下朝了 我们何时去衙门晚啊 然然 爹最近都不用上朝了 啊 为什么啊 爹爹今天在朝中被弹劾了 皇上让我先回去处理家事 谁 是谁敢弹劾我爹爹 曹御使 算了 然然 现在还早 爹爹带你去集市上逛逛 曹御使 宋氏的夫君 那个表面上已连结文明 被地里收受的贿赂数不胜数 家里藏满了金砖的曹御使 金砖 什么 真的假的 啥 那这曹御使这人藏得够深啊 是啊 此人表面金莲无私 实际赏识大皇子的人 这些年 可没少帮大皇子搞政敌 仔细想来 好似朝中参过大皇子的官员 都被曹御使弹劾过 所以冉冉这情报 十有八九是真的 皇上最不喜承 年皇子与官员结交 如果曹御使这是被揭穿了 我被弹劾之事 想必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哎 也不知道曹御使今天怎么了 忽然就弹劾我了 不过这曹御使也是个人物 为官两袖清风 两天吃不上一次肉 能被这样的人弹劾 爹爹我也认了 这个曹御使确实是个人才 行之不是一般鉴定 贪污了那么多金子不用 还不让他老婆知道 搞得老婆经常带着孩子 回娘家打秋风 他自己半夜偷偷抱着金砖睡觉 就不嫌疙得慌吗 呃 我虽然也喜欢金子 但还是觉得温暖的被窝睡起来舒服 不行 这样的人太恐怖了 我一定要让爹爹把他抓起来 爹爹 你说这个曹御使真不爱钱吗 怎么说也是个御使了 怎么可能两天吃不上一次肉呢 说不定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呢 哎 要是直接告诉爹爹 这个曹御使家里有金砖 爹爹应该不会信吧 可丑死我了 千里之地溃于已栽 再粗壮的树木 只要内部腐朽了 也迟早会断掉 爹爹身为朝中的刑部侍郎 你当应该为皇上抓住朝中的蛀虫 最近正好休朝了 我就好好查查这个曹御使吧 哇 爹爹 开始反击了 去他家 去他家 冲啊 我得尽快将此事告诉四皇子 四皇子可以直接派遣锦衣卫 锦衣卫抄家抓人不需要理由 立刻就能去曹御使家搜查 你们这是 闪开 锦衣卫长安 你们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老爷 老爷 锦衣卫来了 呦 这咋了 这么大阵仗 这不是锦衣卫的张倩是吗 吃了吗 坐下一起吃点 不必了 有人举报你贪赃王法 我们今天是来搜查的 夫人 你听到了吗 上面说我们贪污 哈哈哈哈 笑话 要是贪官都像我这么清廉 那咱们大下朝的老百姓们不得开心死了 张千事怕不是受人蒙蔽了 千事倒是看看 明获一身素衣 府中三天才吃上一回婚 怎么可能收受贿赂 真真是比斗我还冤 张千事 我知道 我为官清廉 又经常谈和朝廷官员 得罪了不少人 可这是我职责呀 你别被某些人当枪使了 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御史而已 你应该多查查上面的那些侍郎们 哟 曹御史 和你不一样 你这个御史啊 旋力大得不得了啊 李章 果然是你 我不就今天在朝上弹劾了你吗 至于这么快就来找麻烦吗 好 今天我给你们搜 不过 你们要是搜不出个所以然 休怪老夫于尔拼命 给我搜 哎呦 终于翻进来了 哎 这曹御史家还真是一贫如洗啊 咦 那不是我爹吗 没想到我爹动作这么快 已经带着锦衣卫来搜查了 都搜了吗 都搜了 没有发现金条 呵呵 搜到了吗 有东西吗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朝廷并观的 你们继续给我搜 要是你们今天搜不出任何赃款赃物 只是听信谣言搞错了 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我要去皇上那里一个个弹劾你们 怎么会没有 难道然然的情报有误 咦 我爹怎么了 怎么一脸便秘的表情 啊 然然 搞错了 金砖不是藏在这个房子里 是在西郊的一座豪宅里 嗯 感谢筒子大人 真是及时雨啊 大人 陈有最新情报 曹御史 走吧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干什么 别动我 哎 我饭还没吃完呢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这是哪呀 你们带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这不是你宅子吗 什么我宅子 我怎么可能有 这 这种宅院呢 这里的宅子这么贵 我说实话 想都不敢想 那我怎么听说你在这里养外事 平时出入自由 不是你的宅子还能是谁的 我我 我不是 这是我同僚的宅子 里面那是同僚的妻子 我 我就是来串个门 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给我搜 哦 斯堂石砖有点不对 走 去看看 曹御史 解释一下吧 这 这 谁把这么多金条放放我们家石砖里的 你承认这是你们家石砖了 我 我 我真是一分钱都没花呀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穷怕了 你大把大把捞金子的时候 怎么没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了 这 这不是我们的 是你们家货的 这么多 谁有那个本钱来嫁货 嗯 哈哈哈哈 完了 完了 BBQ了吧 哎哟 还没完呢 曹御史藏得深啊 除了这里 小妾的房间还有 妾室房里也有 嗯 侍郎是怎么发现的 这曹御史靠妻子娘家养着 还有钱那妾 果然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好你个曹穷鬼 在老娘面前装穷 赚了全拿去给小妾 还背着老娘咬外事 老娘跟你拼了 哎哟 哎哟 这五小姐干嘛呢 哎哟 开打了 有好戏看了 戳眼睛 扯头发 踢锥锥 嘿嘿 这五小姐样子长得鲜弱温婉 内心好生彪悍 殿下 娶五小姐这样的女子 真是委屈殿下了 本王何时说过要娶五小姐了 莫哥 为了我的灯友 还有你下半身的幸福生活 你就委屈一下吧 不过就五小姐这样的家世和人品 嫁给殿下真是祖上冒了轻宴 你这么说五小姐 要是被她知道了 可能会扯掉你的追追 张千世 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赃款都在这了 殿下 这是该怎么处理 将曹旺押回锦衣卫 带本王进宫 禀告父皇之后 再做定夺 是 今天多亏了李侍郎的协助 我们才这么快办好了这个案子 本王知晓了 李侍郎停职的事情 父皇那里我会说的 谢亲王殿下 李侍郎 案子办妥了 今天多亏你了 我很欣赏你的办案思路 刚好最近遇到一箭击手的案子 想请李侍郎帮忙参谋 好的 不过我得带上我家五小姐一起 本来今天休朝想带她出去玩的 张千世 你是说 那件案子 没错 就目前掌握的线索 实在无法破案 皇上那里催得又急 那本王也一同前去吧 正好了解一些具体事情 晚宴 喝茶 喝茶 李兄 吴小姐 点心随便吃 别客气 就当在自己家一样 张兄 还不知道是何案子 让你这般憔悴 案件其实很简单 就是宫中后非为了怀上龙四 偷偷给皇上下药 结果几乎翻遍了整个后宫 也不知道这要怎么带进来的 更不知道是谁下的 最离谱的是 不知道家到了哪里 那几天皇宫大门守卫森严 进来的宫人都严格搜身 后宫嫔妃家属也不能进宫探望 起初我还以为宫里来了刺客 后面才得知是这个事 可就算是这样 莫过几天 皇上又中招了 而且要叫比上司还猛烈 辛苦操劳了一晚上才堆一安心 再这样下去 咱们皇上的身体 皇上的吃食 御膳房 还有贴身宫女都查了吗 查了啊 御膳房都查了个底朝天 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贴身宫女和太监都是全部拖完检查才放心 也不知道这围禁药品究竟是怎么带入皇宫的 这皇上是不是不行啊 还要后妃偷偷用药 则则则 幸亏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旁人听不见 这话要是被司皇子听见 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童子 有瓜吗 我也好奇这药是怎么带入皇宫的 我来看看哦 咦 这药竟然不是后宫嫔妃下的 什么 这药竟然是太监下的 太监 下药 什么 这药竟然是这样带进宫的 童子 你快说啊 别卖关子了 怪不得衣服脱光了都没检查出来 原来是将药藏在菊花里带进皇宫的 菊花 藏药 这菊花怎么藏药 现在才八月 案件发生在七月 还味道菊花的花器 菊花都没有 怎么藏药 所以说 皇帝吃了药 药塞在菊花里 约等于皇帝吃了屎 可这药是窜息可怎么办啊 什么 难道这菊花 就等同于拉屎的地方 不过仔细一想 那地方跟菊花还真有相似之处 为什么是太监下的药 太监为什么会给父皇下药 童子 这太监和皇帝有仇吗 要是有仇也应该是下毒药 夏春药是什么鬼 难道这太监是来报恩的 田螺太监 原来如此 原来这个太监他竟然 暗 恋 皇 帝 啥 我都听见了啥 有一次啊 在公宴上 皇帝喝多了些再养心殿 突发奇想灵性的一个小太监 皇帝可真生猛啊 一晚上 嗨嗨嗨嗨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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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哪能闻得上他 所以他就给皇上下药 想要再被灵性一次 哇 磕到了 磕到了 又虐又甜是怎么回事 磕到了是什么意思 难道小太监磕到了脑子 把脑子磕傻了 不过这个小太监确实像是脑子被磕傻了 才能干出这种诸九族的事来 哎 不对 我在想什么 说了半天 这小太监是谁还没说 悠悠 小太监今天又要下手了 到后他还准备下双倍剂量 泽泽 真是一个诡计多端的灵 嗯 这灵又是什么 为什么把小太监叫做灵 我的天 这个案件太崎岖了 要是没有然然的心声 真可能一辈子都侦破不了 哎呀 一晃中午了 该吃午饭了 午饭吃了还要午休呢 嗯 不是听说吴小姐四十才起吗 这才起床一个时辰 怎么又犯困了 然然怎么不继续往下说了 哎呀 这瓜吃一半的感觉真不好受啊 千世啊 这个案子啊 我觉得你把太多精力都放在宫女和嫔妃上了 嗯 怎么说 宫女和后妃处其实都查得差不多了 可以重点筛查太监 尤其是近身伺候的太监 违禁药品必然是从宫外带进去的 回宫的宫人要严查 不仅衣服全部脱光 就连某些特殊地方也要检查 比如嘴巴 还有 还有那个地方 嗯 什么 许 可以这样吗 多谢李兄 我马上吩咐人从这个方向着手 哇 爹爹真是神机妙算啊 怪不得年纪轻轻 就官拜行故侍郎 入阁拜相 指日可待 正在这时 张千世的妹妹张彩蓉来到厅堂 张彩蓉大大方方向大家行礼 然后坐到了然然旁边 哇塞 好漂亮的小姐姐 姐姐贴贴 咦 彩蓉姐姐怎么一直盯着四皇子哥哥看 哦 我知道了 彩蓉姐姐一定是爱慕四皇子 哇 彩子佳人 真的好般配啊 果然要美女帅哥在一起才养眼 嗯 希望彩蓉姐姐能如愿以偿成为瑞卿王妃 呃 玄武 你现在还认为五小姐的任务是攻阅本王吗 不 我的等级那么高 怎么可能出错 别再提你等级了 一点屁用都没有 殿下 你等着 我一定要证明我是对的 我 啊 四殿下 我要发力了 得了 你别把自己做死就行 啊 发功 啊 糟糕 用力过度 没灯油了 啊 殿下 能不能再帮我偷点灯油 我头有点晕晕的 你个废物 殿下 我快不行了 请您尽快啊 啊 啊 话只说了一半 玄武系统就因为灯油耗尽掉线 啊 玄武 玄武 你猪呢 真是个废物 竟然掉线了 还得让本王去救你 看来 还得靠近五小姐才行 嗨嗨 时候不早了 案情到现在也明了了 本王也该回去了 啊 王爷 要走了 感谢张兄的款贷 我们也该回去了 哎 别走啊 吃完午膳再回去啊 让我好好感谢你 不是你 这案子根本毫无进展 不了张兄 今日我舅母来访 我还得回去探望 咱们来日再聚 好 那行吧 咱们来日再聚 我送送你们 不用了 张谦事 我的马车就在外面 李侍郎 坐我的马车吧 一起回去吧 这 这多不好意思 没事 一起走吧 随后三人上了一辆马车 四皇子刻意坐在靠近然然的地方 不断吸收能量 没一会儿 玄武系统终于再次上线 多谢殿下 我终于上线了 就是有点不太稳定 能不能再多偷一些 闭嘴吧 你个废物 还要让本王来救你 呵 不过 看来 这五小姐真是来攻略我的 你说 她如果完成不了任务 会不会有惩罚呢 也许会有吧 呵呵 真是的神秘的女孩子 耶 四皇子好奇度增加 积分加五 哎 好奇怪哦 四皇子的喜怒来得好突然啊 情绪这么不稳定 怪不得最后要黑化 嗯 所以才派你去治愈他啊 以免他黑化后起兵造反 造成生灵出炭 民不聊生 对了 四皇子的腿怎么回事 真的是不小心摔的 没有幕后黑手 哦 坠马的事果然有蹊跷 我就怀疑我的马被人下了药 可是查了这么多年 依然毫无所获 谭坎诺不自觉捏紧拳头 幽谭般深邃的眼眸闪过一道灵力的光 可是等了一会儿 却再也没听到任何心声 你个废物啊 竟然又掉线了 到了 吴小姐 本王扶你下车吧 啊 多谢锐亲王殿下 本王正好有事掏扰侯爷 烦请五小姐带路 好呢 哇 四皇子真是又帅又有风度 怎么就贪了 哎 真可惜 妹妹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 哎 家门不幸啊 我这还没死 老大就对着老二下毒手 我要死了 老二老三可怎么办啊 呸呸 别说死不死的 妹妹可是要长命百岁的 我这次过来 除了看望妹妹 还专门过来送赏花帖 初云 给 拿着 初云谢过旧祖母 哦 这是长公主家赏花宴的帖子 对啊 好孩子 你好好准备一番 听说这回好多皇子都会去 说不定能有一番造化 谢谢旧祖母 初云知晓了 妹妹啊 我今天来呢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啊 还不是我那五少爷 看上闽食那个大女儿李希露了 吵着要说亲 哎 五少爷虽然刚十八 却是少年举人 明年春没下场 说不定能取得个好名次 啊 这多吃亏 哥哥那可是当朝上书 内阁重臣 李希露嫁过去 那算是高价了 哎 不是啊 妹妹你想啊 这李希露嫁过来 岂不是任人拿捏 还不得全看我们施家脸色 最重要啊 那李章顾忌着女儿 也不敢撕破脸 说不定还能借此制衡李章 好 好好好 太好了 就这么办 我这就去跟民事说 不行 怎么不行 诗家小五 诗家小五配西露 那可是绰绰有余 西露不喜欢 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父母之命 媒术之言 女大当嫁 诗是小五年纪轻轻就已是举人 西露嫁过去那是一点都不吃亏 更何况 诗小五从小就喜欢西露 往后肯定会对西露好的 可是 别可是了 就这么定了 祖母 不如让祖父来定吧 毕竟这是祖父理应知晓 直系亲属能听到 燃燃妹妹的心声 那么祖父肯定也能听到 祖父应该还不知道 祖母和马父的事吧 嗯 也行 侯爷平时住在道观清修 十天半月才回一趟侯府 算上日子 今天应该回来了 祖母 祖父已经回来了 这会在书房招待四皇子呢 哦 四皇子也来了 那刚好 通知一下侯爷 我们一起去把这个事定了吧 老爷沉迷休闲 不问俗物 此事应当是稳了 老爷 老夫人说有事需要让老爷做决定 现在正在花庭 邀请您过去商谈 府里的俗物 老夫人做决定就行了 还要我做什么 老爷 说是大小姐李希露的婚事 需要您做决定 行吧 那我去看看吧 四皇子 不如一堂前去 五小姐去吗 回王爷的话 五小姐也在了 那就一起去吧 安排座位的时候 将我和五小姐安排在一起 我有一些 我有一些伊犁方面的知识 想要与五小姐探讨 玄武啊玄武 机会给你了 能不能行就看你的了 哦 是那个敏氏 才相认的五小姐吗 她竟然 还是伊犁 呵呵 侯爷你这个孙女 可是个人才 上次给了 王将军夫人一颗药 直接治好了 她多年的头疼 实属神奇 哦 还有这时 自从 这五小姐回府后 我还没见过呢 刚好 趁这个机会去看看 若然 来 让祖父 好好瞧瞧你 嗯 长得真好看 这些年 在外受苦了 回来了 就好好想想服务 需要什么 就给祖父说 谢谢祖父 这是我祖父吗 看起来跟个老神仙似的 难怪天天吃丹药 嗯 谁 谁在说话 神翁 怎么直接传我脑子里的 泽泽 看着这么慈祥的一个爷爷 怎么就傻了呢 天天想着修宪 被那些假道士忽悠着 骗了不少钱 还吃了那么多 寒千拱的丹药 是李若然的声音 莫非 这孙女 有奇遇 竟然会隔空传音 然然 你说 嗯 我怎么说不出话来 我明白了 这是天机不可泄露啊 太好了 祖父也能听到 然然的心声 莫不用嫁给 施迦五少爷了 然然 你 怎么能 对 祖父 你想说什么呢 祖父 是不是丹药课多了 中毒脑子不清醒 嘴巴一抽一抽的 祖父 是有大造化之人 你愿不愿意跟着祖父修行呢 祖父 你修宪修到第几层了 祖父 刚刚到达天真境界 嗯 所谓天真 与道和真 天人和义 道经约 天真者 体和自然 内外纯净 是一种高级境界 哦 好高级的样子 不过我听不懂 天真 很傻很天真 要是不知道 你吃的那单药里 都是各种各样的重金属 我还真信了呢 我才不跟着傻缺短命鬼修行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不行 我要离祖父远一点 祖父比祖母还离谱 祖母也就是抠抠马夫的脚 闻闻凌人的鞋 祖父这爱好确实要命 什么 中毒 抠脚 闻鞋 真的假的 去把马夫绑起来 我要亲自审问 毛爷 您看 施加武少爷和西路正闻亲事 怎么样 施加武少爷 可嫁不得啊 施反五个儿子都不是亲生 这些孙子也是野种 祖父不会把我姐姐嫁给野种吧 不行 不能嫁给那个野种 怎么是野 野种呢 侯爷 您是不是没休息好 说胡话呢 我没说胡话 不行 就是不行 我倒看武少爷和西路挺般配的 哎 主要是西路和苹果公府的亲事没成 外面说什么的都有 对西路名声有爱 正好武少爷喜欢西路 多好的一对啊 外面说什么啊 说羔羊养三个外事 还没娶亲就生了三个大胖儿子吗 怎么就对我姐名声有爱了 这老太婆抠脚抠糊涂了 王德发 再这样王母娘娘又要复我身咯 可不行 今天四皇子 师家少爷都在 可千万别王母娘娘复身了 复身下下自家人就行了 小五真的能让王母娘娘复身 有点想看 府上大小姐的事 本王略有所闻 那天本王正巧路过槐树胡同 亲眼看到羔羊陪着外事生产 婚事这是不成 怎么也怪不到大小姐身上 真的 小五的心声竟然都是真的 也不知道王母娘娘复身的事 是不是真的 有点想看 哇 四皇子亲自帮我姐成亲的样子 哭毙了 爹 这边检测到被攻略人无心情起伏 加三分 嗯 几分怎么又加了 nice啊 这 这 瑞亲王 咱下有点急事 去去救回 说完 侯爷便带着人快速走了 到了前院 小四已经将马夫捆了起来 说 你和夫人怎么勾搭上他 没有 我没有 再给我装 说 他怎么抠你脚的 说清楚 饶你不喜 不说 马上打喜 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扣我脚 马夫件事情败露 竹筒倒豆子一般 全招了 侯爷 侯爷 饶命啊 得 都是他先勾引我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夫人对俺的脚 特别勤有毒重 还不让我洗脚 还说什么 原汁原味的最好 听完这话 侯爷气得差点晕了过去 想想往日和老夫人的相处 忽然为了一阵翻江倒海 全拖了出来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把师师陪我叫过来 算了 去洗手院 把他给我拖过来 侯爷 您找我 说 你跟那马夫 什么时候开始的 侯爷 您在说什么 我跟马夫怎么了 好好好 想不到啊 你失意想玩的花 那样的 你也吓得去嘴 说到这里 侯爷又差点推进来 愿问了 我堂堂侯府妇人 怎么会和马夫 此事定是老大乱说 呸 我老大屁事 我回来 还没和老大见上你 这都是神仙告诉我的 老爷 不是神仙 你是说那里若然吧 你别被骗了 李道长说了 那是妖怪 李道长已经准备好了 过两天就收药 你别扯那些有的没的 你这个毒妇 害了本侯爷多少儿子 这我没 从即日起 侯府的张会 交给老大媳妇 你给我抄 一千遍菩萨经 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 我不休你 不过 你要是再不安分 就别怪我不客气 老夫人 你有没有事 快 快去问问李道长 准备好没有 这李若然留不得了 还有那李西路 说不嫁 能就不嫁吗 我有一万个办法 让他不体面地嫁到施家 哼 李章你对我不忍 休怪我不义 什么 老太太要把西路嫁给施家 没事 侯爷没同意 这多亏了然然 得赶紧给西路相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是不是父亲 也能听到然然的心声 相看的时候 把然然也带上 这个家没有然然 得散 听说父亲在洗手院 摔了不少东西 应该是知道了 马夫的事 刚刚管事婆子 把侯府对牌交了过来 父亲的意思 明天开始由我掌管侯府中馈 辛苦夫人了 我夫人真好啊 以前自己怎么那么糊涂 放着这么好的夫人不爱 每天惦记着小妾 幸亏现在改正还不晚 老太太心眼小 消停几天肯定会找麻烦 夫人又要受委屈了 夫君 没事 这是妾身本分内的事 以后上衙门 我想把然然带上 然然可能会不愿意 为什么 然然对衙门明明很感兴趣啊 菊花藏药案子 多亏了然然 我还准备带着然然去衙门 将这几年的冤案悬案移并破了 主要是 然然起不来啊 哦 对 对了 长公主的赏花宴是不是明天 对啊 正是明天 差点把这事忘了 四皇子还特意让人送了赏花台给然然 明天得让然然早点起来 还要梳妆打扮呢 可这赏花宴上得表演才艺啊 然然也不知道会些什么 明早起来问问吧 然然是伊丽又懂算术 表演个才艺应该不在话下吧 好 夫人 时候不早了 咱们早点休息吧 嗯 你个死出 这还早呢 嘿嘿嘿 我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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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狼 快起床了 不忙 西路姐姐 我还要睡会 嗯 然然 今天还要去参加长公主的赏花宴 快起来梳妆了 啊 不去行不行 不行 我给你三分钟起来 不然我让祖父给你抓去修仙 啊 不要 我不要去修仙 我这就起来 哎 好困啊 我还没睡好 这四皇子真是的 长公主的赏花宴叫我去干嘛 然然 京中多少才女想去参加还没机会呢 宴会上可都是优秀的十佳公子呢 哦 有好吃的吗 那当然了 那行吧 然然 你准备表演什么才艺呢 我表演睡觉行吗 我能一觉睡到五十 不行 那我表演剪窗花吧 以前大学当志愿者的时候 学过一款立体雪花 还算拿得出手 这也能算才艺 应该也算吧 好吧 那然然一会准备好东西 梳妆完就准备出发了 好 自从昨天和李若然接触了大半天 我感觉我的脚趾头都能动了 看来你个废物系统也不是完全没用吗 哼 莫哥 我早就说过 灯油充满之日 就是你重新站起来之时 嗯 也不知道五小姐这个懒货 今天会表演什么才艺呢 殿下 靳阳侯府的马车到了 带本王过去迎接 耶 然然 这边检测到有瓜 是吗 什么 刚来就有大瓜 真是好运 快报 快 你让姐姐正需要点刺激的醒醒瞌睡 什么 我的老天鹅啊 这么刺激吗 趁着长公主会课 驸马正在甲山里进行深浅与长短学术交流 大 四皇子来了 在你正前方五十米 哎哟 没眼看啊 还是个断袖啊 嗯 则则 驸马可攻可受 66666 在哪个甲山 想去偶遇 咱要不先去和四皇子打个招呼 毕竟离得最近 说什么呢 我是一个因为远就会放弃吃瓜的女人吗 当然是去甲山了 竟然无视本王 不是懒货吗 吃瓜的时候倒是跑得挺快 莫哥 本王今天没心情 不想给你偷灯油 不是 莫哥 我现在灯油上组 那你想干什么 莫哥 你就不想去甲山 那里看看 嗯 也行 童子 快说说具体的 长公主驸马薛元玉 得元三年的太花郎 和长公主婚后十多年 两人靠立情深 驸马身边没有一个同房 却是对长公主一心一意 但是 长公主有着强烈的战友欲 公主府的丫鬟都不敢和驸马多说一句话 驸马身边自豪的全是小丝 时间长了 驸马竟然从男子身上体会了些许乐趣 这才造就了他的断秀之号 则则则 真是太劲爆了 快快快 在哪个假山 我要去看现场版的 是这里了 贵客 这里不能进入 啊 为什么不让进啊 里面有蛇 吓人才打了药 怕蛇到处弯窜 吓到贵人 我不怕蛇 蛇 哄三岁小孩呢 七 这边建议您假装害怕一下 这样比较符合您的人设 本小姐行的职 做得正 岂能说谎 贵人不怕 但是小人怕呀 要是毒蛇伤了贵人 小人这条命怕是不能要了 还请贵人离开 哎 难道真要错过这个大瓜了吗 好可惜啊 不是说驸马相当于入坠女婿 地位低下吗 驸马这么猖狂 他就不怕被修 然然 你年龄小 不懂 这样才自机 那长公主不是战友欲很强吗 怎么还能让驸马找到机会 长公主非常重视此次赏花燕 把身边的人手全部抽掉 驸马才有可乘之机 除了驸马 里面两位爷的身份也不简单 嗯 啥 还有两位 加薪饼干吗 另外两位是谁 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北国质子 一位是康王嫡次子 都是名人类 可惜了 看不了 比若然正准备含泪离开 却巧遇到内侍推着四皇子过来 锐亲王安抗 哼 啥 四皇子哥哥怎么又生气了 难道怪我刚才没跟他打招呼 凡请五小姐陪本王在这里逛一逛 我有事情找你 莫哥英明神武 这下借灯有吃瓜粮不误了 哼 好紧张 这还是第一次和四皇子这样单独相处 这么大好的机会 童子 你说我要不趁机攻略一下 那必须的 然然 需要多子玩的时候记得靠我 不行 心急吃不了热干面 还是得慢慢来 五小姐 本王想购买一些驱痛板 本王愿意出十两黄金一粒 不知道五小姐是否愿意出售 哇 十两黄金一粒 不愧是锐亲王 可真有钱啊 童子 我上次抽的部落分还有几粒 还剩四十五粒呢 四十五粒 那岂不是能卖四百五十两黄金 四皇子殿下 小女子这里还有十粒 可以一定出售给你 不是还剩四十五粒吗 怎么就十粒了 呀 五小姐不接来 还会说谎呢 然然 十两黄金一粒 你这么贪财 为什么不多卖一些啊 难道你是想卖一些 送一些 好在四皇子面前博取一些好感 这么说五小姐还不错嘛 笨蛋 有没有听说过物以稀为贵 一下子拿出四十五粒 换衣 她觉得我这里很多 觉得价高了怎么办 营造出药物紧缺的样子 她出了钱还会感激我 我这回卖她十两黄金一粒 说不定下次就能卖她二十两黄金一粒 然然你真的好聪明 既赚了钱 又在四皇子面前博取了好感 嘿嘿 摊子都能被我忽悠地站起来 到时候四皇子心情好了 积分进账 又能抽卡了 我来看看多少积分了 哎呦卧槽 怎么扣了五积分 啥 俺的积分啊 四皇子脑子抽了吗 我都愿意卖药给她了 她还情绪低落 难道她只是随口说说 其实是想用皇子身份让我把药送她 呃呸 真不要脸 卑鄙 无耻 早知道我不卖给她了 就说家事不允许 呜呜呜 我即将到手的一百两黄金啊 尽快在衬�ham 天下 Dam 辱右舰 deposit 您要再生气 悟小姐就不卖药了 她繁药效果真的很好 您也能服用 既然如此 本王立刻让人将一百两黄金送到猴府 多谢五小姐了 啊 舅 就这么买了 嗯 谢谢 谢谢老板 殿下 这里是食科药丸 建议随餐服用 服药后一定不能饮酒 张妹是 收好东西 是 这还是瑞琪芒殿下第一次对一个女子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 不仅和她说了这么久的话 还让她推着轮椅逛园子 是啊 要是换座以前 面对靠近她的女子 她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 嗯 小心 有蛇 卧槽 还真有蛇啊 卧槽 不止一条 竟然有蛇窝 这驸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真的下了血本 快 保护好五小姐 哎 怎么把我给抬起来了 我不怕蛇 还要吃瓜呢 驸马爷 有蛇 你怎么办事的 要让毒蛇伤了瑞亲王殿下 你十个脑袋都不够赔的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瑞亲王殿下饶命 不关她的事 是本王剑这边风景大好 硬要来的 这两人怎么会在这 要是被长公主得知驸马和我私混 以我现在尴尬的地位 难逃一个死字 不行 必须灭口 哇 这个小兽长得可真清秀啊 我要是男的 肯定也要对他动心了 则则 这一脸瘦气包的样子 我见油帘啊 这是哪家的姑娘 这么没规矩 哼 正经人家的姑娘 见到男子一扇不整早就羞红脸跑开了 没见过邓大眼盯着人瞧的 怕又是一个爱慕浩燕的女子 郡王殿下误会了 小女见浩燕公子胸前有红印 担心公子被蛇咬伤 身为医者 所以多看了两眼 嗨嗨 那本王误会姑娘了 多谢姑娘关心 浩燕身上并无咬痕 怎么没有 质子的 都被咬肿了 不是蛇咬的 全是你咬的 嘖嘖嘖 呀 五小姐懂得可真多啊 本王的耳朵呜了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四皇子是不是缺根筋 这都看不出来三人在干什么 当然是在分逃断秀了 我 我和郡王 浩燕切磋武艺 忽然树上掉落树蛇虫 落到一经里 逃跑的时候 把衣衫拉散了 呦 编得还挺像那么一回事 我蛇蛇可不想背这口锅 既然这样 还是找太医细致检查一番 免得独身难治 什么 王德发 肃浩燕竟然还勾搭了三皇子 肃浩燕能回国 全靠三皇子暗中帮忙 最后三皇子能发动弓辩 师父登基 肃浩燕功不可没 泽泽 真的人不能貌相啊 嗯 王德发是谁 殿下 对于三皇子弓辩 您是一点也不吃惊吗 不对 三哥要是福登基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但台墓说到机动时 竟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嗯 我 我站起来了 嘿嘿 殿下 刚刚吃瓜的时候 我可没闲着 我偷了一把大的 快 快回宫 去叫他一 殿下站起来了 怎么办啊 今天这事 要是被长公主知道了 那我们就死定了 那女子是谁 和瑞亲王有什么关系 静阳侯府的五小姐 今日来参加赏花宴的 听下人汇报 那女子和瑞亲王没关系 两人只是偶遇 没关系那就好办了 待会儿不是要表演才一骂 你到时候对这五小姐多快两句 表现出兴趣 最好私下里再来个偶遇 你长公主的性格 肯定会对此人心生不满 到时候就算她说出来此事 长公主也定然不会相信 妙啊 以我对长公主的了解 不杀了那个女的 就算好的了 四皇子那里呢 我去试试口方 以我对瑞亲王的了解 她应该不会到处来说的 可听闻 瑞亲王和长公主关系很好 不如 不行 小四身边高手如云 别看她贪了 但她心机深沉 手段很辣 可千万别打她的主意 那就说定了 先解决那个吴小姐吧 话题开始了 我们先过去吧 时间久了 长公主该怀疑了 然然 你去哪里了 到处找不到你 可急死我了 娘亲 刚刚在假山那边看到景色不错 就多看了一会呢 好吧 然然 你的才艺准备的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 童子 再来点瓜吃吃 咦 童子 你童呢 然然 刚刚你和四皇子在一起的时候 我有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啥 咋回事 你不会是想偷懒故意说的吧 我也不知道 每次你和四皇子接触 我就觉得虚弱 这次尤其严重 中途掉些好几次 我开启备用能源才能勉强为止 你一离开四皇子 那种虚弱的感觉就没有了 现在又精神了 啊 这可不关我事的啊 是你让我去攻略四皇子的 不过这四皇子确实有古怪 能不能查一下 查不了 四皇子身上感觉又一道屏障保护 可能我的等级太低了 你能不能快点给我升级 说不定就能查出来了 要多少积分升级 只需要一百积分就够了 什么 一百 你抢积分吗 一百 给我抽多少次卡了 免谈 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一百积分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你想想啊 升级后吃瓜就能看到画面了 多好啊 就跟追剧一样 行吧 再说吧 反正我现在没积分 变 然然 有个你的瓜 什么瓜 快说 有人要害你 还有人想让你出丑 偷走了你的剪刀和红纸 一年了 我终于再次呼吸到了上方的空气 战力的感觉真好啊 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 但总算是有希望了 殿下 小的马上去传太医 不用 今天这是必须保密 是 太医有什么用 就算把京城的太医全部召来 也抵不过一个五小姐 去 看看五小姐在干什么 还有 给五小姐送五百两黄金 一百两是要钱 这多出的四百两黄金 就当是登油钱吧 怎么就不见了 那么大的口袋 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让人再找找 这马上就该然然上场了 不是 我就剪个窗花 都有人妒忌 东西没了 这下巴比Q了吧 然然 剪刀和红纸被人扔到了湖边的树枝上 你要不要去找找 那我去看看吧 母亲 我去找吧 我比较熟悉 那然然你快去快回 找到了 哎哟 好高啊 够不着啊 这位姑娘 可否需要在下帮忙 哇 这 这位雍容文雅的男人是谁 他看起来好有素质 好有礼貌哦 颜值也和我那情绪不稳定的被攻略对象 有些不相上下啊 呃 哼 爹 这边检测到被攻略人物情绪低落 一分扣五分 然然 你别看了 再看口水都流下来了 这是三皇子 谈谈怀 啥 三皇子 师父夺权的三皇子 哦 原来是他啊 嗯 仔细一看 这颜值也就那样吧 这眉是修过的吧 脸上擦了一层薄薄的粉 竟然还涂了口汁 娘不娘啊 喂 这人看着我一脸迎笑 不会是想勾搭我吧 退 退 退 嗯 爹 这边检测到被攻略人物情绪高涨 几分加五 这四皇子怎么又抽风了 诺 书上的布袋子 里面是我表演的道具 不知道被谁扔到这里来了 姑娘小心 让本公子来拿 哼 那谢谢公子了 然然伸手去拿布袋 可三皇子却没打算把布袋还回去 而是寒情默默地朝着李若然看过来 快 推快点 快推我过去 嗯 这三皇子眼睛抽了 脑对我眨巴什么眼睛啊 嗯 妈呀 好大一颗眼屎 算了 慢慢推过去吧 姑娘都不问本公子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啊 这三皇子脑壳有病吧 拿着别人的东西不还哥这儿玩餐米的游戏呢 脑残片吃多了 然然 这可是未来的皇帝 你稳重一点 他这么做也许是想攻略你 从而拉拢你爹 攻略我 有什么大病吗 我才十岁啊 本王是当今三皇子 谭台怀 哦 三皇子就能拿着别人的东西不还吗 溜了溜了溜了 哟 小姑娘真会害羞 嗯 神经病啊 这人 这么油腻 是怎么当上皇帝的 李若然再次回到花厅时 姐姐李希露刚刚表演完毕 下一个就轮到她了 静阳侯府的姑娘真是一个在一个水里 家里还有没有姐姐妹妹 金玉还有五妹妹为表演 对 你五妹妹要表演什么 简直 简直 还是第一次听说简直也能表演的 哦 简直 好特别的才艺 听说你家五妹妹是个妙人 听闻这话 长公主忽然脸色一寒 怎么 驸马也听过五小姐 听说国公宴上 五小姐治好了王夫人 五小姐精通一礼 秀外会中 即使不来赏花宴 想必过不了多久 也是一家游女百家求 说到嫁人 驸马眼里故意流露出一丝怅然 而这些细微的变化 都被长公主看在眼里 哦 那本公主就是木以带了 然然 有人要害你 嗯 驸马故意对您表现出兴趣 赢得长公主不满 长公主安排了侍女 要让你落水出丑 驸马 那个死断秀 驸马打算假借长公主之手交于你 让你不敢透露今日之事 好一招借刀杀人 不过 我要是落水了 是不是就不用表演了 不行 三皇子偷听到长公主的计划 已经做好准备要来救你 在古代 女子落水被男子救上来 失了清白 必须嫁给旧人的男子 啊 总有刁民想要害朕 啊 姐姐我要开大了 不是简直吗 这么多人在场 可千万别王母娘娘附身啊 神仙 神仙来了 仙女下凡了 完了 王母娘呢又要附身了 然然 这干兵还真像回事呢 哼 装饰弄鬼 放肆 你这是什么才艺 为什么无缘无故将人扔进湖里 骑饼长公主 小女的才艺是通过简纸进行一经测算 刚刚掐纸一算 那两位侍女妄图将小女扔进湖里 小女刚刚行为 属实为了自保 这都能算出来 你怎么证明 长公主可以试试 本姑娘精通周易 六阳 奇门 梅花 在座各位有问题 可尽管发问 姑母 小九带来的九连环不见了 能不能让神仙姐姐帮忙找一下 等 这个五姑娘能算吗 当然可以 请九皇子殿下随意在纸上剪几刀 剪的时候默念问题 我会根据剪纸的形状推演 听完这话 在场的人顿时惊呼一遍 五小姐真的很擅长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呢 幸亏我们能读仙 不然我们也是受害者 哼 系统 快帮我看看 九皇子的九连环到哪里去了 我是吃瓜系统 又不是找物系统 这个真不知道 那你放点九皇子的瓜 我找找啊 都哦 九皇子刚才和长公主独子薛音轩在闻相格争玩具 薛音轩记不过 偷偷把九皇子的九连环扔到了影壁前一个养鱼的莲缸里 嘿 这不是找到了 本小姐真是个天才 有薛音轩的瓜 吃吗 快报 然然 大家还等着你找九连环呢 这瓜要不先找到再吃 哎呀 这小系统糊涂啊 先吃瓜要紧 九连环的事先缓一缓 不耽搁这一会儿 吃瓜要紧 嘿 五小姐这是明白人 薛音轩不是长公主亲生的 啥 不是长公主亲生的 那是谁生的 你还没找到吗 闭着眼睛装神弄鬼 目不适睡着了 九皇子殿下的九连环 在闻相格穿堂影壁前 那个养了鱼的莲液水缸里 快 去找找 随后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侍从就拿着九连环回来了 殿下 九连环确实是在闻相格穿堂影壁前 一个养了鲸里的莲液水缸里找到的 五小姐真乃当是活神下 是啊 这也能算到 真是太神奇了吧 哇 神仙姐姐好棒 有点意思 驸马今年年初亲手打磨了一块玉石赠予本宫 本宫甚是喜欢 最近本宫找不到这块玉石了 请五小姐帮忙退演测散 这个女人真麻烦 打扰本小姐吃卦 能不能让四皇子赶紧黑话把她嘎了 这是一个正常的规格小姐说出来的话吗 这次我占五小姐 打扰别人吃瓜真的很失礼 哟 这块玉石的瓜还有些丰富啊 原本这块新型玉石是驸马打磨送给苏浩燕的 苏浩燕亲自挑选的玉石 没想到驸马爷打磨的时候被长公主看到了 嘖嘖那可真不巧啊 不对 驸马爷为什么要送玉石给苏浩燕 还要亲手打磨 看来两人有奸情啊 驸马爷没办法 只能谎称玉石是亲自为长公主做的 送给了长公主 哼 驸马可真鸡贼 最近驸马趁机将玉石偷出来了 送给了苏浩燕 嘖嘖 真不讲究啊 随后然然装模作样看了几眼长公主的简直 便大声说道 玉石现在就在素浩燕脖子上戴着 你这贱人竟敢勾搭驸马爷 我需要一个解释 思起来 长公主 冲鸭 别怂 扯她头花 吐她两口年痰 拿出长公主的威风来 敏儿 别这样 你听我狡辩 不是 你听我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姐 你说 你要不说出个所以然 本宫马上把这个死男人杖毙 敏儿 使不得 使不得啊 苏浩燕 好歹是北国太子 您将她杖毙 岂不是挑起两国纷争 哈 北国 你以为本宫会踏她 敏儿 我对你的心 天地可见日月为正 这枚玉石 其实是我赌博输给苏浩燕的 上次在牌桌上遇到质子 她拿出北国国宝 我身无常物 只有对您的一颗真心 结果我输了 我对你的真心落到了质子手里 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 此话当真 王德发 这你都信 妈呀 我头好痒 要找恋爱脑了 夫君我错了 本宫错怪你了 没事 敏儿 我原谅你了 天阿露 驸马活又烂 时间还短 长公主究竟看上了她什么 哟 五小姐连这个都知道 六六六六六 郎亲 活而烂是什么意思啊 驸马要做什么活啊 可能是手工活吧 哦 敏儿 我虽然原谅你了 但是 你的怀疑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驸 本宫不准你伤心 驸马 本宫的这一恰恰证明了本宫对你的爱 敏儿 你的爱好霸道 好不讲理 好深沉 好浓郁 你的爱 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可是 我却甘之如頤 驸马 敏儿 卖爱四 卖爱四 我的眼睛脏了 我的耳朵污了 如果我有罪 可以让上天惩罚我 为什么要让我看这种辣眼睛的画面 退退退 呃 不是你自己要看的吗 还要站在前排看 哈 竟然是图破坏本宫和驸马的感情 幸亏本宫和驸马的感情情比金金 不 不是 是你自己问的 我就是帮忙找个东西 算了 您高兴就好 我一个正常人也犯不着跟一个恋爱脑较劲 行 吴小姐 本宫还有事情要让你算一下 不行了 每天只能算三次 没有了 刚才只算了两次 行吧 还有最后一次 长公主请 我真是被气糊涂了 连算了几次都不记得了 哈 本宫要你找到驸马不爱本宫的证据 哈 你不是会算吗 算啊 看本宫不难死你 干 我真的不想成为你们俩普雷的一环 不要玩我好不好啊 童子 你刚说长公主的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这是为什么 因为 驸马头摸将外室的儿子和长公主的亲生女儿悄悄换了 悲胆 这些年来 驸马身边连一只母蚊子都不能近身 长公主怎么也想不到 他最疼爱的儿子 竟然是驸马和别的女人生的 诶 证据倒是找到了 可是说出来 长公主那个恋爱脑肯定不会信 怎么 不说话了 我看你就干脆认输算了 长公主和驸马爷的感情情深似海 大家可都看在眼里啊 是啊 驸马和公主可是宫里的模范夫妻啊 唉 吴小姐是否需要帮忙 哇 四皇子真是及时雨啊 我可太需要帮忙了 小子 你过去帮帮吴小姐了 记住 一定要拼尽全力哦 嗯 推我过去 瑞亲王殿下 通过手指推算 薛英轩不是长公主的亲生子 哦 那长公主亲生子在哪里 嗯 四皇子这么容易就信了 四皇子果然不是一般人 四皇子殿下文称武德 英明神武 呵呵呵呵 卦象上说 当年生产的时候 驸马将公主亲生的女儿和外室生的儿子换了 驸马的外室带着长公主的亲生女儿 在京郊一个叫做威远镇的地方生活 当年接生的吻婆有三个 其中两个已经被灭口 还有个隐姓埋名 现在在一家染房做工讨生活 那个吻婆叫 随后然然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四皇子脸上的神情也愈发严峻 这件事交给我 保证在两个时辰内调查清楚 调查清楚后 我会第一时间禀告父皇 混淆皇族血脉 那可是抄家灭族的重罪 哇 杀法果断 雷厉风行 四皇子好萨啊 六六六六六 爹 这边检测到被攻略目标人物好感度上涨 积分加持 哇 看来四皇子和驸马有仇 抓到驸马把柄 积分蹭蹭往上涨 嘿嘿 殿下 看不出了 您长得如此浓美大眼 也喜欢听彩虹屁啊 你多滚 还没好吗 可不要逞强哦 吴小姐你还小 认输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吴小姐的推演之力在下甘拜下风 某些莫须有的事 也不怪吴小姐推算不出 呵呵 反派话真多啊 吴小姐已经推算出来了 可能会需要两个时辰的时间查证 两个时辰一到 本王会将查证结果通报 啊 真有啊 驸马爷和长公主的神仙爱情 怎么可能 假的吧 我不信 要是能找到 吴小姐这能力也太逆天了 当朝国事都没她厉害 对呀 吴小姐有这能力 早就扬名四海了 怎么还寂寂无名啊 正在众人议论之时 一个身姿曼妙的美人端着托盘 缓缓走来 叔叔 叔母 爷 如不来了 崔总 呦 这人谁啊 这么掉 这师父马爷的侄女血如波 长公主想把她嫁给四皇子 则则则 四皇子厌福不浅啊 正好有些无聊 吃个瓜来打发时间吧 然然啊 为什么四皇子都贪了 还这么多人想嫁给她 笨蛋 他是贪了 但他还有守先生 还有脚先生 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人 四皇子怎么忍心 让他度过漫长寂寞的黑夜 然然 你好会啊 哎呦 说得我小脸通黄 小子 如不性子温婉 你要喜欢 本宫候着莲堂女一杯喜酒喝 侄儿不良于行 恐怕耽误了薛姑娘 放心 如波这孩子性格温门体贴 行事大方得体 最是吃得亏 到时候总是过计一个孩子就行 姑妈最担心的就是你 每次一进宫看到贵妃娘娘发愁的样子 本宫都好揪心 可是 等 小四可别急着推破 吴小姐在这里 让她算一算 万一是天作之何能 断然拒绝岂不是可惜 敏儿 吴小姐一天只算三次 三次已经结束了 那真是可惜了 长公主 测算姻缘这种小事 每天能算无数次 那就麻烦吴小姐了 我来算算啊 如波姑娘和四皇子的姻缘 不可 万万不可 此乃加破人王的卦象 听 这边检测到被攻略人物情绪波动 积分这五十分 哇 短短半天 加七十积分了 还差二十积分 可以让废物系统升级了 胡说八道 如波的八字 本国师金字看过 乃是福禄双全 望夫之命 岂容你随意诋毁 胡说八道 如波的八字 国师金字看过 乃是福禄双全 望夫之命 岂容你随意诋毁 简直是故弄玄虚 招摇撞骗 来人 将这个不要脸的骗子 给我轰出符 金衣卫过来干什么 哎 王叔 你怎么也来了 小四让我来的 小四 人找到了 带上来 娘亲 我害怕 这个妇人难道和驸马有一腿 这个小女还怎么越看越面熟 难道是驸马和这个妇人的野种 男人 将这两人给我拖出去 杖毙 慢着 来人 把驸马薛元玉给我绑了 小子 你干什么 为什么要绑我的驸马 薛元玉 偷梁换柱 扰乱皇室血脉 论律 能挺杖毙 姑母 你看清楚了 这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长公主 这就是驸马不爱您的证据 您看 这证据您还满意 别杀我 别杀我 我都说 我都说 是 是她给了我是两银子 让我接生的时候 偷偷把 把孩子换掉 还有两个吻婆事后已经被灭了口 我提前得知消息 才偷偷跑出来躲了起来 这是是真的 吴小姐还真算出来了 是 没想到驸马表面恩爱 实则被地理竟然是这样的人 薛元玉 人证物证俱全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我 我 压下去 不要 不要 王叔 求求你放过驸马 驸马没有错 都是本宫的错 王叔 求求你饶驸马一命 你有什么错 王叔 总说我做错了什么 驸马才会做出这样的事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能说出来的话吗 驸马 你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驸马 你说 你说啊 敏儿 我怕女儿生下来 太过像你 我 我 我怕我疼爱女儿 冷落了敏儿 所以 所以 敏儿 虽然我犯了错 但我对你的爱 比真惊还真 哎哈哟 我TM真福气 驸马真的是个人才 竟然能编出这样一个理由 长公主 该不会信吧 我信你 王叔 驸马他没有伤害本宫 他深爱着本宫 你不能抓他 好好好 不能抓他 抓你女儿吧 是你无辜的女儿 阻挡了驸马对你的爱 泽泽 好好的郡主 不仅被虐待 还被养成这般胆小的性子 这是本王不能做主 先把驸马押尽 骑禀陛下 让陛下来定夺吧 我能走 驸马 我在家等你 你进去了好好配合 皇兄那里我会去求情的 争取早点让你出来 嗯 敏儿 我会好好想你的 保重 驸马 哼 这不是驸马不爱我的证据 吴小姐 你输了 对对付 你说的都对 不与傻子争长短 争不赢的 本小姐宣布 这是迄今为止 我吃过的最离谱的瓜 没有之一 然然 这才到哪儿啊 黄氏离谱的瓜还多阵啊 真的 只要你努力攻略四皇子 加入皇家 每天吃不完的瓜 呵呵 你也来PUA我了 我揍死你 那个薛元玉 她究竟哪里好了 她预谋将你的亲生女儿换了 你还护着她 你真是 真是个 皇兄 驸马他患子 也是因为爱我 有了孩子 他对我的爱会减少 所以猜 你给我闭嘴 你个鱼木脑袋 我们皇室怎么能出了你这样一个大傻子 皇兄 来人 把掌公主拉下去 皇兄 求求你 放了驸马吧 他没有错 末安 找回来的那个小郡主 就不要还给淑米了 还是交给德飞养着吧 是 父皇 对了 末安 这件事短短一个时辰就查出来了 真是静阳侯府家的小五算出来的 启禀父皇 千真万确 曹玉史受贿 太监藏药之事 都有五小姐的参谋 啊 世间真有如此奇女子 这个五小姐 比之国事如何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以这么说 有了五小姐 大夏再无冤案 也不会出现贪官 更不会出现乱党 啊 评价这么高 朕对此人甚有兴趣 传朕的旨意 让五小姐入宫境界 哼 这个五小姐 还真让人琢磨不透啊 爹 这边检测到被攻略对象 对苏主好感度增加 积分加二十 积分又增加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 加上这二十分 刚好一百分了 是啊是啊 然然 快升级 升级之后吃瓜能看到画面 说不定还能探听四皇子的秘密 吃瓜能看到画面 那岂不是相当于一台电视了 升级 升级 呃 然然 我好感动 你终于给我升级了 我要升级了 呃 喂 童子 你捅呢 怎么不见了 你不会拿着我辛辛苦苦 挣来的积分跑路了吧 诶 童子 好了没啊 升级完之一声啊 之 童子 你好了 爹 恭喜宿主 系统升级完毕 然然 我现在变成大系统了 废话少说 快上功能 我要看画面 打呀呀呀呀呀 巴黎 嗯 画面呢 你确定升级了 确定啊 你看我的前缀都变了 以前是系统 现在变成大系统了 合着你花我一百积分 就多了个大字 应该有其他功能 我们再慢慢摸索 摸索个毛线 还我一百积分 你这个大废物 不对啊 我是真的升级了 怎么回事呢 吴小姐 今日要面胜 夫人已经在门外等着了 好 我知道了 一会过去 废物系统 还我积分 垃圾系统 吃我一拳 谁 谁在说话 哈哈哈哈 系统终于被我打冒烟了 这好像是吴小姐的声音啊 可是吴小姐 明明嘴巴都没动啊 看我的天马流星拳 打得你屁股圆又圆 啊 藏春 藏春 不好了 不好了 不是让你去叫吴小姐了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吴小姐她 你怎么了 有病请假 别传染给主子 我没病 你来吴小姐这边 呜呜呜 我的一百积分 就这样没了 呜呜呜 垃圾系统 我和你的仇不共戴天 怎么还没好 马车都被好了 夫人 吴小姐她 傻 不是只有家人能听到然然的心声吗 怎么丫鬟都能听到了 行 别说了 我都知道 完了 今天然然还要面圣 要是皇上能听到然然的心声 那可就惨了 嗯 我靠 你们怎么都来了 大家干嘛都守在我床边 难道老太太死了 还是皇帝死了 完了 然然这子面圣怕是有据无回了 你听什么 你对吧 有一句 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